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每人感謝各位 ubeight of the night 來參加台灣環境不好的熱飲 送古板的環保茶房 今天認識這個講題 主要是要針對 在选举之后 我们产生了这个新科的这些县市首长 我们来谈一下 我们对他们的期许 来评估一下 这个对我们台湾环境 也可能带来的一些影响 好像11月29号的这个山地 大家心中都产生了很大的震撼 台湾的震撼 也是产生一个地震 好像地震一样的 那这个政治版图 那么有剧类的这个变化 那不同的政党执政 那么当然会产生的这个 或许的这个效应 就会慢慢地跑出来 那这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不同政党 它有不同的这个 它的政策里面 或者说政策规划 那在这个参与的这个 贵延里面 那么 环保团体 也就对这个参与 田村环保团体的 共同需求 那么希望 这些县市首长候选人 甚至是县市议员 能够把民间的这些诉求 能够备成他们竞选的政见 然后如果当选了 能够备成他们的政策 然后能够进一步 一定各项的计划 那么予以落实 所以 选举 是 民主政治里面 非常重要的 一个环境 那 民间团体知道 我们的许多诉求 那么在争取民众的支持之后 进一步就要争取 这些县市首长 民力代表的支持 让这些诉求能够进一步 转化为政策和措施 我想这就是民主面做的原则 我们也不能只有 这个 诉诸 这个 感觉 或者说 诉诸 这个高乐 而没有进一步去 对 这些 掌握 权力的人 去施加这个压力 所以 在 在 环保团体的 这些共同诉求里面 当然 我们就会 正会 跟环境相关的 各项的 这个 政策措施 都提出 建议 那 把我们 民众 关心的 民众 认为 应该 要 落实的 把 经由这些 诉求 把它 这个 邀请求 这些 获选人 能够 把它 变成证件 那 当然 当选之后 那么 我们会依据这些 证件 来看 它 有没有 真的去落实 所以 选后的 这个监督 也是 变成我们 进一步要去做的事情 那 当然 我们 对 这个 这个 选后的 这个 政治 版图的 这个被动 我们 是 予以期待 因为我们 在这个 推出我们这些 诉求的时候 我们发现 大部分 有联署我们这些 诉求的 这个 获选人 这个 其中 荡选人 荡选人 人里面 那 这个 赞我们的这个 二十二个县市首长 赞了 差不多百分之六十几 等一下 这个 刘副会长 会来做报告 所以 也就是说 在 荡选的这些 县市首长 他们如果真的 能够 秉持 他们的这个 承诺的话 那么 当然 我们会 期待 在环境上面 在 公民产品上面 能够 有进一步的 改善 那 当然 今天 我们 对这个 未来的 这个 情况 我想 也是 请大家 来一起 讨论 评估一下 那么 未来 我们 台湾环境 的这个 影响会是怎么样 那 我们要如何来做好 去 这个 更好的 这个监督 那 今天 我们 邀请的 这个 雨谈的 有这个 台湾环境保护联盟的 副会长 刘志健 还有这个 公民监督 博会联盟的 执行长 张 张宏林 那 还有 前台南县长 苏汉市 他 在 过来的路上 我想 我们 我们 就 时间的关系 我们 就 在 苏县长 还没有到之前 我们 还是 就按照 我们原本的 规划 来 进行 那 我们 首先是 邀请 刘志健 副会长 针对 这个 环保团体的 这个 出现了 来 来 来 我们 来 来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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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师范市台南县前县长 今天能够拜堂之中 来祈礼环保茶坊 跟我们一起来讨论 我想我们今天的次讯 就先请刘副会长来做一个报告 再请苏县长来做报告 再请张宏林执行长来做报告 我们就按照这个次序来开始 我们就首先欢迎刘副会 我把报告完就只来 给他听话一说 我会在这里 喂 展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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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老师 朱祁林 各位先进 很高兴 也很难得在连统岁目 他都很难地先去 大家来谈这个议题 一方行政所长选举结果对他们的影响 刚陈九月先进 陈先生说这个影响 其实我们公主的期待 看起来是更切笛 因为刚刚斯老师提到说 我们从环保团体的共同诉求 希望它变成政见 几乎变成政策 正在执行 执行之后当然就是一个影响 更好比台湾 更有趣的成效 那我们各种公民团体 环保团体 也能够来监督 这个过程当然一定要很大的努力 压力 压力 很多的灵异 这样这些当前者才会战战俊俊 才会努力 那当然我们应该是以灵异为异归 那今天 其实我个人是会觉得 会是一个理解写的一个起始 也就是说我们经过九合一的闲剧 经过一个板块的调整或是变动 那我们环境这个议题要怎么来发展 那我们怎么样来有一个road map 有一个发展的道路或是奏法 提供一点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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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期待 这时候是说年轻人出来 我们也知道 民意或是公民的这个力量也发挥起来 那当然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行政的系统 去做施政 那当然民间的各种作为 来继续来发展 像我们太阳化学院或是公民的参与 我们在选前 对这些候选人也发布了一个 一个政见的 环境政见的这种共同诉求 那相对的 我们也希望 赞同这些政见的人都能够断选 那时候是民进党 全部都的第一名人 都抗选 有17位 17个县市 那但是其中少了一个没有签署 那也可能我们一直没有联络好 就是林永昌 林永昌 王权 基隆 那这个我们应该说在那往后 我们也是会把它邀请或是加进来 还有一个国民党的提名人 事实上是非常积极 而且那时候我们在调查 共同政见的时候回应得很快 他第一个回应的 加一次的参与真 那但是他不行了 没有上选 所以大概我们这个环境的影响 这个共同诉求的这个作用 不是那么powerful 不是那么有效 那大概我们整个利盈方面 或是说民进党方面 那我相信是包括像柯文哲先生 他马上的将就任的市长 应该都是同意我们这个共同诉求 他对共同诉求 我等等会跟大家说明跟谈一点观念 那我想重点还是说我们怎么样往后走 这里也会几张 我想我们还是把它 还需要几张 放掉了 放掉了 我想我们还是见就我们把这个灯关起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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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 这几张 让大家稍微回顾一下 那就是缓和的一个游行 台湾这几年的民意 其实是非常的 应该说 众人的很厉害 也是蛮说民意高涨 好 谢谢 谢谢 像今年 前一个月 日本有个和平船 他们也有五六个人专门 就很关心我们的缓和运动 那 得到共苗去参观 其实他们每年都会来一趟 国际的这种了解 我们台湾的万和 甚至参与我们的一些复合 那像是 我们九月的时候有举办 亚洲飞和论坛 这个大概就是民意的展现 还有一个是公佛 公佛案的提出 缓和式公佛案的提出 现在十二万份已经在协委会 但是他目前国会 我们正在做行政述送 我想底下是十二万份 送到中选会的一个镜头 这底下当然就是这些 选举的一些比较处理 我就把它选了一点点 这个我想民意的一个做法 当然就是说选举 香港战争的说我们要真选举 我们也希望做一个版样 或是一个 这是年轻人的呐喊 就是新的选民 也是新的公民 不管这是在哪个学校 你看很多是年轻人 他们参与的 非常积极的热练 看到就非常感动 这是另外一个 选举之外的罢免 公佛 可能这个戈兰尾行动可以成功 这是他们很苦手的几个 也蛮有趣的 这几个都有点被弯停的 被悬赏 对主编 中间那一个大概是最低的 这当然是在国民党的场 会有点觉得蛮苍杀的 我们会觉得真的都是老年人 他可能说主编也很一致 但是谈了 背景有个体力延迟 在哪个学校里理他 事实上讲太多人 人家已经反感 让人不相信 所谓的理议延迟 这是什么 这个 才来为主一个 这个 确实我们这一次 就是除了国民党 民进党也有一些素党 还有其他的 像台联党 亲民党 新党 包括人民做主 联盟等等 也都出来 少数的也有大权 实在是台北市的一个 最好的一个结果 改变台湾从首度开始 改变台北有文化开始 这个文化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文化 这是我们目前所呈现的 一个版图的分布 他在国民党说 他是六个县市 好有六个县市 他连金门都没有保住 连金门他的提名人都输了 那马祖就是两三千人 看起来是国民 整体来讲 其实南投台东 甚至我们说台北市 其实我们都可以想办法把它当作 把它撤 经过某种的游说或是结门 变成比较属于绿色阵线 我相信花莲应该也可以 那如果这样的话 大概整个台湾有行政系统 地方的行政系统 我们可以 几乎用一种整个的绿色的台湾 这样再看 整个的绿色的版图在发展 简单来讲几个想法未然的走向 我们Roseman 有时候来说一些看法 一些走法 最终还是灵异 事实上有在讲说 什么我们这个社会 这一支盛世的选举有几个 几个很主要的民间的意见 或是不满的声音 包括食安 包括房价 包括各种这种公平的不缺 包括这种教义等等 当然什么 首都这个选举 连圣文这种影响作用的外地 这都有可能的 如果真的是人与最关键的 还是生母 年轻人自己的一个未来 我们由选举 是可以得到一种所谓的民意的整个的方法 或是一个正常性的取得 那我这边一直就发展出这个 现在中央还有1年5个月的时间 我们还在等待 看怎么样可以 真的整个台湾有一个新的 完整的中央平和执政 我现在当然不是有民进兰观念 就是有一个立设的这种 台湾人为主导的 以台湾人为名利主轴的这种 这种正 这个地方也好跟中央 那能够有地方来做主导甚至牵制 不要说牵制 而是说 就像还是一种波浪海浪 把那些中央都能够带动 那是最好 那目前那有一些权限的问题 还是有这个困难 所以地方可以走到一些国际化的趋势 再来我们在整个环境的管理上 我们走向一种公民的参与 区域的治理 区域的治理 不只是说一个地方 或是一个region 或是看这个所谓的治理的效率 或是各种的法业 或是各种民意 地方的结门的区域 我想我们等等这来检讨一下 城市也有城市的一些自主 跟外交的一些座位 在有序这个治理这样的一个概念里边 如果在这一次的选举 我们可以谈到是一种公民的参与 很多的团队 包括每个选业 包括一种资讯的透明 事实上这一点是不够的 我们曾经做了一些批评 就是说有三分之一的活选人 县市长 艾夹士是消失的 有三分之一 差不多三十多位是没办法联络上 没有联络上 那他们 当然像是台北市就有七位 我们真正在意的大概就是两位 三位 那他们后来七位都有来接受 一些电台的场的访问 其实真的很好 七位都应该有他们的公民参政权 同时包括他们的公共政见的论述 但相对的中央假设说 学委会还有各地方的 各地方县市的学委会来讲 他们 我们打电话进去问说 我能不能有某一个候选人的联络电话 他的办公室或是一个参选的事务所 他们说这是个人质量 他们就不提供 那这是一个很荒谬 而且很儿戏的想法 我们的公务员腐败怠斗卸止到这种程度 我们只要说他参与一个公共的选举 他就是公共人物 他的所有的个人 除了说背后的人 比较私密的 其实这些办公联络 是一定要公开 让大家可以跟他对话 让他可以反应 那我们有三分之一的 或者获选人是没办法的 找到他们来寄文件 做调查 甚至 甚至连 有些人根本像游民一样的消失 费合是个人的因素 不过中央全委会在主导 地方全委会在主导 就是不对 有问题 我们应该再来努力探 或是做必要的要求去改建 再来一个NGO的参与 当然就像我们 还有很多的团体 二三四的团体 也是环保方面来诉求 某种程度 我会觉得大家可能还是比较重视 社长住宅 还是一些 一些个人 一些比较有 有厉害性的这些政见 那政见太多了 从交通 从公务建设 从各样的 我们说的都市的规划 环保常常是被分裂着 但是环保我们也可以把它破来基上 或是用一种有序的观点 它丢汉花 所有的 大部分的意境 还有一个就是克责 一个真正的治理其实是克责 这不只是对政府 对企业 对一个民燃团体 都是要能够分清责任 并且责承它要复制 我刚刚讲地方包围中央 我去领略了一下 我们叫地方制度 地方制度 事实上我们的地方 建设党 包括直辖市 那它可以有这些的 座围或是前选 那我们真的可以看看 它们设立组织 包括人 它有护赠土地 土地其实就是所谓地方 行政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个土地包括都市计划 包括土地使用边点 你看影响多大的一个人民的潜力 跟一个所谓区域 所谓现实的未来发展 那到底怎么来发展 怎么来做都市计划 怎么来做所谓的都更一行 或是未来的一些区域计划的管理 新闻行政 甚至有时候是跟国外的交流 劳工 我们看看还有很多 财政 税务 公共财产 社会服务 教育 文化 其实这个文化应该是一个大的议题 很多议文 体力 都市计划 这个大议题 营建管理 我们叶士文门就是在这边掌控 什么这个bending 这个所谓的这个农居旅 就可以释出多少个东西 那相对这些东西如何分配 利益到哪里 又怎么样带动整个社会 这个就是一个所长 可以一个地方所长 就是县市跟直辖市场 住宅 下水道 公园立地 水利 河川 积水区经营 荒荒排水 水资源 卫生 这当然包括医疗 哇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谈的环保 环保 交通光光 既然光光也是 其实台湾可以带动不少的 也是这种产业 公共安全 所以高雄这个气暴事件被大家所 所谓的地方要负责 就是一种警消 这些公共安全 那所谓的下水道 你看 他们就说 你这个下水道要管理啊 那我们也看到警政 某些钱可以在县长那边 灾害防救等等 所以我们知道地方县市长 不过他只想市长 他事实上掌握极大的群力 我们除了中央的钱之外 他在地方他都说 县市是县政府 市政府是主管 机关 所以 我们大部分的这个 所谓的市政 都几乎可以说县政府统筹的一个管理 他就是主管 他就是有权 他也有责 我查标这次法 又有一个很好的提议 就是规定 他说 在县市之间 或是地亚 可以成立区域的合作组织 定定协议 行政企业等等 作为一种综合性的 或是区域性的治理 这个有法言 所以事实上 我们以前来谈过 一空气 是不是可以来做一个综合的笔区 或是什么糖菇苗 来综合的管理 这个是有法言的 只是说大家会 待遗 或是又是不敢 那当然是被动 又没有在这方面去发展 我会觉得 事实上 有这边目前的法令 是可以做一些 一些开动 或是图创的作为 那我现在回到 我们原来在 险前 差不多十一月初 我们的发展 这些共同诉求 那我稍微再把它review一下 这些共同诉求 大致上是全面的 不是说环保局 或是环保的工作 所以呢 我们大概是用一种期待 这一个来 希望能够做得好一点 实际的作为 我们再进步来要求 第一个方面大概是 合变 反对合一合二合三的严历 还有撤销合适 这个事实上是对 我们所谓建立揮和家园 反对基本法里面二十三条 就有这个 揮和家园了 但我们的政府 有这个基本法 有这个法条 它就摆着 它就摆着 第一个它没有目标 也没有一个 有一个目标 但是没有连线的要求 那民意就代理 没有去 去扑许的话 政府就摆着 那这是合一合二 包括合适 那合适事实上 现在我们的能源 几乎也是多到 所谓的 我们的化电容量的 这个 这个 我们说倍载 就差不多那二十趴 或是更多 在三世是提到 节力能源 减碳 还有发展再生能源 我们都定了一个目标 减少 这个 这个用电 还有发展再生能源 也能够 每年发展来的这些事 事实上再往下 我们会希望把各县市 用区域也可以 做一个盘整 做一个盘整 它在新比市 台北市 或是桃园 他们用了多少电 或者说他们有多少 再生能源 那么是不是每年 有一个发展的量 有一个数量 有一个数量 再来五六 这几点 几项应该都是对 家常机茶 设定排放标准 包括垃圾的分类 食品 十四条 十四项 食品业 餐饮业 家常机茶 这个应该都 除了 刚刚讲的环保局 或者环保议题之外 其他 他们像 和一和二 和四这些 不要属于中央 不过我们就是 也是可以 想办法来 所有联合 所有的现实 来主张 一个灰和的主张 在这是第八 那倒是三项 我们也提到 所谓的这个 大众运输 和自行车 所谓的绿色交流 这有很多做法 包括是荷兰 丹麦 花果 等等 像是花灰 设计自治 这个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像是保护老树 台北市就是松山天长 那几棵老树都保不住了 台中 他们说 树木一移植 就被人跑到魂场去了 树木移植到那边就死掉了 第十一项 当然是对一些开花案的审慎 审慎 十二项 我们希望是有一些产业 能够来发展 绿色的产业 比如光光 文化 这个都是很好的产业 怎么样发展 把脚踏车变成一个总流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产业 脚踏车 环境友善的产品 这个涉及到绿色的产购 再来我们提到 我们反禁止基因食品进入校园 有的县市场有点保留 不过这个应该也是蛮好的方向 十六项 资讯公开 对公共事务重大的决策 我们征求有名义来参与 十九就是工程品质 为什么呢 我们认为工程是一个 说到设施也好 交通也好 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品质 相对的它又是花很多钱 相对的它在施工的时候 就非常的污染 占用道路 挖马路 所以这个部分是要加强的 最后有一项我们提到原住民 原住民其实是台湾文化 或是各种产业的资产 我们如果说把台南县 南头县或是把台东县 在环保方面争取过来 花园县也是很有 那么新竹县苗栗就另外一个思考 新北市可能也会比较用一种 中观跟全民环境的态度 我们慢慢一起 整个台湾就是可以有封城 甚至北、中、南、中 这样一个思考 国际环境的立体 很多都由地方、城市来参与 甚至做构陷 美国自己没有签京都议议书 不过他们有一些像东北桌、加州 在环榜或是检探 做得不错 做得不错 他们也是很积极 直接有城市来参与 那么在很多的 联合国、其他地方、刚要公约 或是京都议议书的公约 都是把很多的城市的结盟 或是互相之间的一种 一种一种行动计划 变得很大的一个重点 那么这是2013年 这两天其实又有一些发展 比如说秘鲁立马 是在做Corp 20的这个会议 明年是发布 他们希望能够能够定制性标准 有强制性的标准 R1N2随移就是在生能演的一个论坛 网络 前不久在欧洲举办 所以在这个地方环境单位 或地方城市 是可以做很多的这个参与 多的参与 甚至主打 如果我们把联合国千兴年发展目标 把它列出来 我们看地方 很多程度都可以做 从抢救贫穷 创造就位 富人 年轻人 当然 重点是 改善经济 富人 年轻人的 充分就位 可以跟他们的复杂 第二个像是普及教育 这个就是地方可以做 一三两性 这个地方可以做 降低儿童死亡率 这个我们台湾的医疗水准 是有口碑的 改善护幼保健 这个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都可以提升 对抗一些害肢病内疾 以及其他的疾病 当然看起来台湾应该是 这个疾患率算低了 还是好 这两天看到南部地区 我们的登革乐 已经上到一万个案例 还有十五个人死亡 当然这可能是台湾的一个 一个风俗病 这个我们应该可以来加强 第七下像其实是 谈的叫综合 永续的原则 生物多样性 各样的安全饮水 卫生条件 平民的生活改善 这个其实有很多 还可以把它细节更指标化 那全球的合作 全球的合作 所以这些其实地方 我们的县市城市 其实很多就可以直接 进入到这个参与 直接来执行 永续有各种的字体做的 如果从这边来看 环保区 地方的县市都可以执行 从资讯的公开 环境的教育 摄影的发动 或是 那都要互动性的公民 要监督 厉害 关系角色的参与 这有时候是 针对企业也很没关系 应该补导企业 或是鼓励企业 甚至辅助企业 那企业有一些不公平的条件 包括土地的炒作 工业区土地的炒作 这个资金的取得 比如说我们在发展企业 那甚至住宅 那我们说住宅的价格 一平是一百万 甚至六八十万 住金也跟着水涨床高 成本就升升 所以物价全部带走 所以我们要提供 用各样的空间 让各行各役 可以让我们用更原价的 用比较公益性的 各种所谓的各种角色 各种利害关系者 能够参与进来 而且正面的 环境正义的考量 社会的公平 这个议题比较大 环境成本的内部化 这个议题比较大 比如说我们说一个湿地 有多少的成本 一个生态保育区 有多少的成本 那我们把一个生物灭绝 就是有多少的成本 有些是可以算 那空气污染的改善 我们也 也在中国 一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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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数字 我们如果改善空气污染 降低健康死亡 这些成本 是值得花那些钱 合上更多的效率 共有财 那政府的管理 这个当然是透过各种法令制度 还有政府的参与 这是一个基础 或者一个平台 好 那大概有了 那当然我们经由民主的选举 民意的这个整理回应 那当然 我们还有人 有实证计划 有钱 那当然这个目标跟指标也是要定 还有科匹非常喜欢的这个SOP 这个我们能够监督跟克责 现在各县 大概都有所谓勇性发展委员会 我们如果藉由区域的捷门 来治理 来参与国际社会 来发展这种软性的竞争力 那以后面就建立我们的生态城乡 大概都有一张 那我们希望各样的环保诉求 能够纳入一个县市的施政 那当然现在还在 还没有就职 所以我们也不能说 要这样偏离一直在那个 发展的阶段 那县市真的就职 我们希望能够去 给中南利亚或是各县市 来拜访 来论坛 那么希望大家怎么来执行 或者区域性的这样来落实 那即使没有签署的 我们也希望能够邀请一起来 那再进一步就是 揮合这部分 还继续再努力 因为基本上 地方首长当然是一个主要的 利害关系的重点 有了新北市 台北市 基隆市 都是在合一合二和三的 合一合二和和四的笼罩 那当然民意的支持之下 让这个地方首长能够很坚定的感察 再来当然我们希望 发挥国家主人的钱 天赌施政 我想我的报告就到了这里 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 大家不知道有哪些一千为一支教 谢谢刘副会长 他报告了这个 我们防保团体的这个 我提出的这个共同诉求 我补充报告一下 这个民进党当选的这个十三位 其中只有一位 还没有沿路上没有签署 其他都有签署 那这个二十二位县市里面 那么当然有签署的 也有一些国民党的 那大概这些有签署的 这些当选的 只有在非和家园这个地方 国民党的没有赞同我们 国民党的还是这个 要追随中央政府的实施 没有赞同我们 那民进党的全部都赞同 就是合一二三不言一 可是就是要撤销 那相关其他的这些诉求 我想所有这些当选的 有签署的大概都同 都同意 包括这个减少用电 包括这个再生能源 这个要退广 这些都有同意 所以我想这个共识 可以说是蛮高的 除了非和家园这一块 共识是蛮高的 那当然我们会尽量 来把它这个见度 让它能够落实 那我想这个时间跟关系 我想是不是如果我们有问题 对刘副会长的问题 我们就等三位都报告完以后 再一起来讨论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 刘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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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副会长有敌方赐敌的这个经验 所以我想今天他能够FORO来这边 我们感到会长的荣幸 因为我们大家都不是 都没有当过 先是首长 不晓得有没有当过 有当过的人来献身手法 我想这是第一手的这个经验 所以很高兴 能够今天能够FORO来这个地方 很感谢 谢谢大家 谢谢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段长的时间 要冰凉 很多老朋友 后来去当了三届的立委 当了两任的县长 时间很快 又回到平民 刘武会长也在台南市担任过副局长 后来也到环保署去当过干部 我们二十几年前的环保联盟也有会长 担任过环保署长 张教授去当环保署长 林俊毅也去当环保署的署长 所以我们回顾到二十几年前 我们是在野在打拼 但是环保联盟也经历过我们的会长 就当环保署的署长 然后我们的秘书阿丹都跑去当环保署的署长 刘宾署长的机票秘书 刘宾署长 刘宾署长也是 所以大家都从在野也进入过所谓的庙堂 所以某一个程度我们已经是已有责任的一部分 像我也是从当时的环境的社医院分子到进入立法院 然后又到地关执政了九年 所以我们也变成其中的一份子 所以有一些观点 其实大概在二十几年前 应该角色会不太一样 那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消息 大家都知道 朱立伦宣布要参选国民党的党主席 那这个他也宣布 他说他不选2016 然后刚刚谈到环保联盟几个诉求 其实朱立伦的核四所在地 核一核二核四都在台北国人现在十八岁 现在这些国民党统出现 所以要把核四核一核二要解决 抓住他就得 要看应该应对这样的问题 所以某一个程度 其实可能也是一个比较有机会的 那我看了我们的环保联盟很用心 在这个九合一选举以前 就提了二十个题目 哇 叫这个观企 大家要去 脚无手要挡出来 不挡出来就要把你提醒 这个是很用心 很用心 但选完之后呢 实际上我们有没有能力去监督 我们有多少能力去监督 所以其实说起来 选上了 那企业他在做了 管长他在做了呢 我们有办法 最近我们知道说 北宜直铁 北宜直铁 说出来后 大家都开始分手了 对不对 就是说 选上了之后 事实上最大的问题是 算了先就会输了 算了要给他做 要顾着他 所以这个 到底我们有多少的监督能力 这可能才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监督是另外一回事 其实是 可能很多县市长 其实也很需要协助 他们哪一些都是需要协助 我们可能只看 我必须给你监督 我必须给你贵平 但是可能 大家也不太晓得 这管长他在 地方能够做的全责 可能是很有限的 中央的政策 政策的部门 如果不配合 他在地方也不知道人 再来就是说 环保涉及到非常多的 专业性的科技的部分 有很多是科技面的 专业面的东西 那千万千万 可以 大家在环保 服务的专名 可能不收时间再拆拆了 然后呢 新的知识 新的财业系统 如果没有进来的话 他也并不烈的时候 你说看我 电量要减5% 滤能的化电容量增加10% 像这些可能都是一个 不是单纯你用去监督它 它可能是需要一个很专业的支援跟协助才能达成 所以其实它某一个程度是两个问题出现 第一个 要给它感动 另外一个问题是 要怎么给它做 它还有心要做呢 它也不一定做得出来 所以就是大概我想今天我大概干我们环保联盟 在酸菇之前提出这个东西 酸菇之后 生效不错了 那后续要怎么处理 因为你知道整个全世界在过去的二十几年的发展 其实是非常的快 特别是关于二氧化碳的问题 温室气体的问题 那么在我以前在做礼物那时候在缓冰岚 我们在座很多的大家周围拍到的建议 那时候在说缓冰岚缓七青 那时候谈到CO2问题那种动作笑的 对不对 那这个CO2你放肥也有CO2 对不对 你呼吸都有CO2了 那放肥也有温室气体 你打得也有温室气体 所以当时 这是家的过程 但是长延期间 比如说和去よね 那期间 让我温室进行 对我的消息 因为西欧看好 原来在最近这个国家里面最重大的一个全球气候变迁公约里面一个最重大的突破 就是The APEC 习近平跟欧巴马去签了中国承诺在2030年 他的温室气体要到TOP 2030年以后他的温室气体排放不再就是那个整个排放量不再增加 排放标准就是总量不再就是那个年度的排放总量不再增加 我想的是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里程碑 包括美国承诺一个很大的一个概念1990几的一个标准 1990几的一个减量的标准 所以这个两个最污染的国家在APEC这个业里面达成一个历史性的一个里程碑 然后呢更耍了去 那么现在APEC这个气候变迁公约可能会达到一个强制性的一个规范 所以这个是一个整个地球变化里面的变得速度实在非常快 所以我感觉就是说大概整个大的一个环境来看 那么台湾在因应整个气候变迁公约可以说 上几年有一个授意说台湾是排在后面算来第四年 倒数第三 所以我们是这个全球就几个被点名的国家 我们是排倒数第三 是几百的成绩就对了 那这个显现的是现在中国吧 除了它有这个雾霾的必要以外 其实真对 就是说中国其实某一个程度把这个动作是一个未来的策略性产业 把未来这个绿色科技这个东西当作是一个全球竞争的一个战略企业 但是我们台湾只是被动到印度 那欧巴马 我想欧巴马这次的制度的动作 其实也都是一个历史上的里程碑 我其实要说的是 别的女儿要说我们为什么叫环境性公民运动 就是说 你现在没有在港渡电影进步 说完 respuesta还要做不用做 你也没在港也没有办法 那我们现在这个 我们知道这个 师老师现在是工都门的理事长 那我们这个张宏利是工都门的执行长 他们现在做了一个很不错的东西 就是国会online2.0 那么我们刚刚这个参 vinyl里面是一个最大的影响 柯P一再强调的 所谓的政府的 open government 政府的资讯公开 然后公民参与 特别是通过网路 去影响整个选民 影响整个选战 所以整个网路影响 这个选战会是 一个大家关注的问题 但是其实后续有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课题就是 怎么通过网路去治理一个地方 治理政府 目前这个大概也是柯P 跟他的团队 跟当时补选的团队 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往下要迈进的一个脚步 但是我们看 最近他有公布一个APP 就是说 你如果看到队里下路 最少有破坑 破坑 破坑 追高 你就可以去通报 那个通报系统 那个通报系统 其实是相当程度 就是让每一个市民 都是变成一个公共事 公共事物 或是在某一些公共议题上的一个偷暴者 偷暴者 那 那个东西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 我想就是说 未来的这个 环保连明 环保运动 这要怎么在这个办公室 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其实 它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tool 对吗 我们要找过现有的这个网路科技 现有的行动装置 我们的智慧型手机 那么可以把整个环境运动的监督工作 通报工作 监督工作 那么当作是我们未来监督地方政府的工具 环保连明 我们做这件事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revolution 也是整个台湾环境运动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 那 我过去自己在做台南团队的时候 其实有特别推一个叫清洁秩序立面 其实这件事 其实跟这些有一点关系 我去拿换 好 那么 那么 因为过去藏股环境运动的关系 所以某一个程度 跟大家一样 如果有些东西的环境 不好的地方 所以 回去这个观点之后 其实 我们也大概 怎么尝试去做了 落实这些工作 那么 除了大家做了打招的环境运动 那个计划之外 其实我们也认为 怎么样在生活上去 这个点 点来起来 左键点一下 左键点一下 这是点的 OK 好 那我大概 大概讲一下 就是 我在当县长的时候 他其实 尝试着怎么样去 把它变成一个 所谓的 所谓 我们当时 就是把这个 环境新公民运动 就是在当县长的时候 我们开始在撒一个 清洁秩序 立美化运动 总的 我们把这个东西 当作是一个叫 所谓的环境新公民运动 这个概念 那这个 环境新公民运动 这个概念 其实 这个部分 其实 刚才有点 处理 就像藏亂垃圾 藏亂垃圾的部分 是在堂市 台北市 很堂的 座位跟棺 其實是很不一樣的 台北市市長 在棺台北市的環境很簡單 因為調邊 我想像這個 風吹的藍明在台北市一樣 就是那個市要指揮到區 就是官派的 所以就直接出力了 很簡單 但是跟官就不一樣 這個官長看起來會跟鄉頂 鄉頂長是不需要參與 鄉頂長的青年隊 他不一定瞄你 所以他如果有機會 我們環保團隊覺得這個事情 你看看 直轄市的部分 省家市的部分 大概漲亂問題會相對比較小 但是你到了縣市 那事情是很嚴重 很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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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鄉頂長 沒什麼事 青年隊 都會重量調整 所以到了縣的層級的時候 那個漲亂程度 很難處理 所以後來我們怎麼去處理 我就是在網路上去 創一個漲亂點 同胞 那時候沒有行動裝置 所以當時我們在縣政府的索頁 縣政府的首頁 就直接有一個漲亂點通報 哪個跟看到哪個地方有漲亂點 你就去通報 那通報之後呢 就是那個環保局 就開始頂到公針公訴 你的執行 就是說你光是有這個通報是不足的 通報之後 如果你做收到的人就把他內關了 也沒有用 就是說 通報系統 通報系統之後 官哥是在出貫合格內入報告事項 然後處理結果也是在出貫合格內入報告事項 而且那個通報 如果沒有住頭會用 那個通報也沒有效 所以我做管長都要住頭給你去通報 所以當時在那個環境底下是這樣 但是現在因為有行動裝置之後 如果你可以說 各縣市都是類似這樣的一個APP 讓大家去通報哪個地點哪個地方 要驚人就去通報 我相信這個是會帶動一個 全台灣有心關心環境的人 都可以這種髒亂的問題 大概都可以呈成很大的效果 那髒亂的問題另外有一個很簡單 就是說這個垃圾漏地的問題 比如說這個垃圾如果說 很多人要把垃圾拿到外面 一個地方的垃圾探放在那裡 那後來大家都在擋 一直在擋 所以其實那個 這個環境下有一個垃圾的垃圾 其實這個也是很重要 比如說 如果你固定有一個東西是 有一個位置是在丟垃圾 給人家放垃圾的地方 那很快的垃圾就變成一個 髒亂的集中點 所以這個是一個配套的東西 所以這個 這個 當時我們在處理這個部分 還抱抱說 每個人都有一個定個環境清潔日 每個人的第二禮拜 都是環境清潔日 我每個人都去掃背 去清 就是到每一個鄉鎮 因為我們有三十一個鄉鎮 我是覺得這是一個很趣的 就是經過那樣的處理之後 我在台南觀的經驗 有沒有 台南觀 較百江桔到家藝觀 很明顯的 就是那個清潔狀態有很明顯的差距 包括他現在來看 雖然說 台南區域的直下室 但是我們那時候的清潔度 不見得比現在還差 他现在在此时是 帮你很快的 帮你很快的是 你如果 手中不去读得到 那个脏乱存在 大家也没人知道 所以我想这个是给 红宝联盟如果要建一个 全国性的网络 光是能够在全国 推动各县市这个脏乱点通报 然后各县市脏乱的处理情况 通报要处理 你也不知道 有处理不处理你也不知道 就是那个后续处理 如果还有民众参与的机制的话 那这会让整个台湾 所谓的公民参与的制度 从垃圾清洁开始 这样下一张 那还有什么奖金来做的 那不是像这个清洁 这个环境清洁的贬属 这个贬属的问题 其实在台湾是一个 这个厕所问题 让我印象深刻的 就是说我爸爸 我爸爸当时八十几岁 我爸爸过世以前 我这次就是 去贬属 贬属里面就残障厕所 然后厕所会很脏 我那次看到我爸爸 要上那个厕所 是痛苦的状态 很难想象 台湾现在很多 而且当时那个是 高雄七呢 高雄七是一个公文歌 脏乱的情形很严重 还有没有残障厕所 所以对老人 对这些残障者 这是一个很残酷的 所以不怪说 彼岸太太 本来现在就去走算了 彼岸太太走算 他最痛苦的一个事情就是 没错 就是说 没有一个公共厕所 他敢去的 所以都在登印刀 所以这个是公厕问题 是要看台湾这个 归台湾的社会 是一个无尽管 无尽刀 对老人有尊重 对战修有尊重 就很了解这些事情 所以我 因为我有那个经验之后 我自己觉得 台湾的这个厕所问题 太严重了 太严重了 所以我其实连任之后 我就下一个决心 我们希望县政府的厕所 要相当于 旅馆 五星级的旅馆等级 要相当于所谓的 就是那个机场 那种水准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小 看似小事情 但是这是一个 我感觉 我们像你变瘦的时候 你去日本看日本的变瘦 现在楼宾的变瘦吗 尤其是很好的Quality 第二 你到台湾的变瘦 你会觉得 我说我们的变瘦是乱七八糟 庙的变瘦也是乱七八糟 很坏 很变小的 所以 后来呢 我们就 专官的变瘦都内馆了 所有公共厕所 全部的家有变瘦 所有全部内馆 全部编号 然后呢 全部呢 每个月都抽烟 每一个礼拜都抽烟 就是 专官的那些品壽 都全部抽烟 然后呢 每一个月公布 抽烟成果 这都是 在那个 每个月公布的主观 在报告的处案 这说来 你会觉得很好吃 我做官党 我这个也太无聊了 不然 很无聊了 但是你如果 有个报告事项 他也会变瘦 那就买一个 所以这个 那另外就是 厕所的品质 还有一个很严重 我们要抽到的地方 都有一个严重 就是 很多人说 啊 不可以用这个 做事很脏 要有敦式的 然后 因为厕所都没有整理好 所以很多女生 都敢去做 所以都会用敦式的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有 还有很多 我们没记住 我们没记住 全部都是敦式的 就是那个敦式为主 但是敦式为主 其实对老人 是一个很严重的 孤雷 人家做到老人 被离开了 孤雷被离开了 所以这是一个 整个台湾的公厕 是因为 不够清洁 不够清洁 那我们敦的 那我觉得 其实环保联盟 如果来发动 这样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 舒适清洁的 人道的公厕运 运动 我觉得这个 这个意义悲欢 对很多 老人 残教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 提供专家的 便宿 都在外 然后厕所 能够维持 像这个旅馆 五星级的旅馆 航空公室 航空站的 这样的一个水准 为什么 大家哪里做到这点 那真的就是一个 算是一个文明的国家 但这个做得到的 我会给他报告 如果以我爱情 这是做得到的 他说 把这个 本寿 朝向这个方向去改 这台湾的整个人道精神 会是往上提升的 这个是环保联盟 环保联盟就来 港广的管理 来管理 本寿有没有内管的公告 哪个县是内管 有没有定期在抽业 有没有定期在处理 做专告的公园期的扁寿的比赛 我想这个乖乖乖乖 就是说 以前的环保联盟 说的到最多 我们都要控制到政府拼 对不对 那我们扮演一个 政府没有能力 关注到的 然后呢 我想他们 如果做这个工作 一堆人 会很有趣 来参与这个事情 像我一样 以前我们做扁寿的一天 他们知道了 以前都在外面的穿上 在这个环境清洁竞赛 背后我就说 这环境清洁竞赛到底是什么 看法 有做到没做都搞不清楚 背后我们是怎么处理的 我们就把县政府的那些 什么参议的秘书 这些所谓 不管部位的这些人来 你都 有这些传统赛 你减着变瘦 减着变瘦 减着变瘦 環境清洁 那他们就 我出去做全威了 你变瘦不出去 没办法离去 但他们有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工作目标 那 这个查验就非常的落实 下一个 那这个立化 那我们知道 这个其实这个就是 节能减碳 然后这个碳全 你能觉得 我们因为没有参加 那个整个气候变迁公園 没有参加这个 碳全的这个组织 所以这个族式运动 我们的做法大概是这样 我们的做法就是说 所有都哪个在一起外 就不在外 那现在呢 有APP这个更好出力 全国的德罗 有种树的 没种树的 全部内观 没有种树的 你把这个 没有种树的 你把这个 各县市 你来做些逼搞来 这个关系 德罗有在一起外 有在一起外 光是 这样子来做竞赛 全国的各县市 就不在一起外 就是说 所以当时这个也是 我们类为 乡镇 有道路没种树 空地没种树的 就拿来竞赛的标的 环保联盟 可以来做这个办法 来 郭管市 市外 不知道路 有几条 几公里 都给你扭一扭出来 这个 一档后再来 一档一档 那这样子 其实就可以 逼各县市 赶快把千里族式运动 百里族式运动 他们就有一个压力 然后把这个成绩做一个公布 然后甚至包括乡镇 那乡镇的话 就会连乡镇长 因为现在很多乡镇 冠西医 乡镇长 苦长 三个做比较 比赛到那个乡镇成绩 就是说 今年的成绩怎么样 每年多种多少树 多种几公里树 我想这个浩镇都要走出来 那这个 因为我那时候 到第二任的时候 那我们现在全面性的类管 然后呢全面性众树 包括带队去装锅 整条做出来做 但是呢 光纵这样子是没有效的 你还是要有内管 然后看每个夜 大概进度是怎么样 来 下一个 好 这个其实是 这个是我一上任之后的开始做 所以做差不多有 八年 八年 八九年 就是核酸氢瘤运动 那这个核酸氢瘤啊 这个核酸氢瘤啊 在台湾其实是 非常要紧的 非常要紧的 那这个核酸氢瘤 其实很有故事性啊 这个 最近那个 康文庄先生 以后要做一个 什么海南保育运动 那因为我看 那个资料之后 我觉得他最大的 这个事情 没有处理的是说 因为大部分的污染 也来自陆地 来自陆上的一种 所谓的污水排放口 但是他都去做那些 所谓的水质检测 都是海滨海洋 但是呢 所有的污染 其实来自于 所有的工厂 企业界的那种排放口 那这个部分你不处理 你后端 其实是 比较后端的 所以要处理的 就是处理前端 那这个其实是我们当时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政策 那这个 既然核酸巡守队 其实现在可能 不是每一个县市 都有核酸巡守队 那我们当时是 利用那个空污汇 因为现在空污汇 我们的核酸巡守队 那些环保署 那个空污汇 我猜那些是有的绑标 是环保署绑到的地方 就是那个空污汇的使用 是非常有问题 那这个空污汇是因为 从环保署这样绑下来 但是当时我们就是 空污汇的其中一个计划 来做成立核酸巡守队 那核酸巡守队 那核酸巡守队是 我们是 每一个核酸 都有负责的核酸巡守队 每一个核酸 都有负责的核酸巡守队 那这核酸巡守队 对了 有成立跟没有成立以前的差别 第一核酸巡守队 那核酸巡守队 就是这种差 核酸巡守队 所以核酸巡守队 一个生日后 那核酸巡守队 大概几个人就被人耍光了 真的核酸巡守队 但是水泡在核酸巡守队 那核酸巡守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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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核酸巡守队 这个核酸巡守队 就是死亡 Tanz 那核酸巡守队 那核酸巡守队 獵ulus 那核酸巡守队 抗内核酸巡cor 抗内核酸巡守队 它们没有进在核酸巡守队 后來才发现一个 很有趣的问题 就是 就是你核酸巡守隊跟雞察眼不一樣 核酸巡守隊去採樣的東西 那麼環保署認為這個是不能夠當作證據律 環保企業就不能夠當作證據律 所以就是說你現在現況在那裡有什麼 你的水給他採抬嗎?沒效 你若是啟雜完你去採抬就沒效 我相信這個東西跟那個環保運動就都要不等這個問題了 後來我發現這個問題之後 我發現那你要等到雞察眼來通報到雞察眼 一小時就不夠?沒電就不夠 兩小時就不夠?沒電就不夠 我有一次測試 我在那個污染點的上點 異點喔 我也說我管教在現場 我聯絡我們的環保局的人 然後等到那個雞察眼道那邊的 點半小時 管教在現場欸 這樣點半小時 我自己去試一次 點半小時 所以就是那個整個靠雞察眼料去處理 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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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們就是透過核酸續舟 我們那時候還有核酸續舟 結果 第一線來是核酸續舟 那個雞察眼 載到管教在現場 他也不夠 有 有 環保局的副局長是很夠 這欺財有誰不夠 欺財有誰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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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局的啦 環保局的啦 副局長有夠 欺財有誰不夠 好 核酸續舟在身高 核酸續舟是那些故事 那是任期的 那這個 後來有一個 我們發現說 欸 他這個採樣沒有證據 這個有力 所以我們跟環保局在正處 正處很久的喔 到了張署長的時候 張國隆當蘇黨的 剛才我們好 達人國的氣壩 那我的了解 當時 全國 也跟台南國安是示範的喔 其他縣市也沒有 包括台南市那時候好像也沒有喔 是跟台南國安是 全國唯一 示範裡的核傳巡守隊去採樣可以當正距離的唯一的 那這個 我們當時這個 爭取說他要有正距離啊 還不是說 隨便就有正距離 他還要有一個 這個人也要經過一定的訓練喔 要經過訓練 訓練完之後呢 你還要遵守一定的程序 譬如你一組最少要兩個人去 把你的錄影 一個要錄影 一個去採用 要錄影喔 要採用喔 再來 你那個 所有人配備都要照那個 機台的那些配備喔 然後你 錄影完之後兩個人明通簽名 要完整這個程序 然後才給你有正距離 結果這個人這樣之後呢 哇 效果就大為進步 對百分之四十五年度 降到 大概差不多四十趴 所以 這一個 正距離這個問題啊 的確是影響很大 好 影響很大 好 再來 好 那 後來就是說 欸 好像客家啊 那個 我們有透過空空會去找了這個 核酸行守隊 可能還不太夠 不敢在水上 給社區 欸 你社區 這個 這裡有什麼 有什麼工 稍微污染排放過來 鼓勵這個 社區成立 這個 這個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在談 說社區參與 就是 community watch 就是社區參與啊 這個是很重要的喔 就是說 社區的 他這個參與 那這個參與呢 他也會變成有裁量的證據力 後來再下一張 那 那 community watch 其實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動力在哪裡 政府去 開發鍋 開發鍋 這個錢 可以分給社區 我的社區 可以 故障的 出發 還可以分到 分到 一些發金 做社區的金費 啊 啊 接下來呢 就是說 這個 河川巡守隊 去抓 又給他獎金 所以他其實說 對那個哲音也給他獎金 然後呢 對社區 這種義工呢 那麼給社區獎金 那這個community watch 就有動力了 那整個環境的照顧 就 就有更powerful了 下一個 好 那 那 其實這個東西喔 當時我們還想到一個 因為 現在的一些APP很方便 那個 其實只要把 專家的 污染排放果子的上網 就是說 我們還要 進一步 要用來 所有的污水排放果 整個上網 給 環保團體來獲取 甚至於現在呢 都還有 所謂的自動直升機 每一個排放果啦 都可以 遙控直升機 它會很燙 電池 你把它插進去 到底有 頭白嗎 看水質變化就知道了 那 像這個 夜間頭白吧 那夜間頭白 當然就是 夜間頭白 我們那些作法就是 一個比雷 要跟 這支 有固定一個比雷 在我們 每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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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要固定的比例 那麼到夜間去抽驗 所以這個 後來夜間抽驗的效果也跑出來 OK 好 那我 要 跟大家 做一個報告就是 這個部分 其實 是可以 透過我們 現在的 這種網路科技 一些APP 來 共同參與 那麼 另外就是 我們剛剛開始講 其實有某一些 比如說 你的 消毒的問題 你的 力能的問題 那對很多地方來講 它其實是一個很關鍵的 你要 你有沒有 這種 所謂的 綠色科技 產業給它一些 Solution 那過去 好多人問 可能 還沒有辦法說 如果有更多 可以提供更多 Solution的 這一些 科技 產業者 那我想 對整個地方 要拿到 剛剛提到的 這個 綠能 那麼 增加10% 用電量 減少 10% 我覺得這些 並不可能 所以 我們應該進一步 就是說 綠色科技 不只是技術 那個整個 產業鏈 那麼 怎麼跟地方 政府的 公共事務 那麼 能不能過家銜接 那這個部分 應該也是 我們華保人 我們可以 發揮的 很大的空間 以上 跟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 蘇憲長 非常 精闢的 收敏 我想 華保人 提 未來 除了監督 當然 還是要協助 協助 協助 也要監督 兩者並眾 盡量來 落實 我們的一些 訴求 那這個 蘇憲長也提到了 那麼 他的過去 如何 來落實 這個地方的 這些環境治理的 這個工作 謝謝 舉了這些 很好的 這個勢力 那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接下來請 上旁邊 執行長 好 我們施老師 然後蘇憲長 我們劉副會長 那大家好 我今天就沒有準備那個片子啊 所以比較輕鬆 我知道老師們是有要再上來 或者是 那我大概 其實今天的分享的部分 我大概 一開始之前應該可能 我們大家要幫忙 幫一個人集氣啊 因為原來有要邀廖本泉老師 也是我們其中一位 那很可惜 他今天沒有辦法來 因為他 他就在選前的前一天 突然就是 有一點心機梗塞 所以現在還在 已經聽說 已經是慢慢好轉 生命經常都穩定 然後我們就祝福他 真的是 趕快好轉起來 因為他的確是我們 很重要的一個 戰鬥的一個夥伴 那 我今天大概分享的部分 大概當然是從 國會的一個角度 在看待這次選舉後的一些 整個發展的一些 或許的延續 那我想有幾個現象 可能大家還是可以來 就環保 公民團體的角色來講 可能可以值得思考 我記得有提到一句話 就是 這次選舉結果 雖然是民進黨 我們如果簡單講 大獲全勝 或者是 的確是一個 我們講非常好的一個成績 不過有人還是提醒說 這可能是一個現象 叫做 民眾討厭國民黨 還是大於喜歡民進黨 就是說 基本上來講 那個部分 是不是等號 那就叫做民進黨的勝利 民進黨 未來 尤其以環保團體的角色來看 你必然會面對到 直接未來 你在市政上面的 直接的挑戰 因為 媒體當然也會問我們說 現在的首長 接下來怎麼走 其中有提到一個部分 就是他們的蜜月期 會比以前的人更短 我想出現的 應該是最有概念 以前因為媒體通路的方法都不同 現在的部分 那個即時的部分很快 像我自己手機裡面群組 就有幾個小朋友 他們加入什麼 細膩瘋瘋瘋瘋 什麼瘋瘋瘋瘋 然後那種小蜜蜂的團隊 他們常常說 我現在晚上在哪裡了 你要不要幹嘛 然後你出了DM給他的官方版 他可能看不睡眼 他馬上改改說 這是我的版本 有要用的歡迎用 或者你貼了一張圖 圖案什麼的 他們馬上就加 誰講了什麼話 他們就會去剪圖 甚至做成影片 那個速度是超乎想像的快 所以那種群組上的討論 然後去做一些串連的部分 我想也是在這次 如果總格 我們來談到這次選舉 有很多的 我們講專家學者提到的時候 第一個部分 他們談到的就是 傳統政治動員的崩解 因為如果有人 以我們北部來講 北部這次 所謂的扣過他們的組織 國民黨的這些黨的派系 自己的部分 去動員來講 幾乎是無往不利才對 但這次如果我們看結果 的確嚇到大家是 柯文哲得票數比 當初馬英九總得票數的門檻 天花板還要再高 就這個概念來講 那是一個讓我們來講 大家才會談到這個現象 到底接下來會如何 另外一個是談到金權政治 至少在這次 其實我還是要保守一點 至少在這次看起來 在某些 尤其在中部 我們看到他想要用 銀彈的這樣的方式來看 的確我們看到 效果的部分也有限 所以這次在媒體上 如果你看後面的分析 就會提到幾個有趣的現象 比如說一公 這次跑路的 趙羅爾足頭特別多 也就是說 以前他們用另類的方法 來做選舉的榜中的一個狀況來講 事實上顯然都沒有效的 那有人的分析是說 台灣選民結構 大家都不要忘記 每四年的一次投票權 基本上所有的手投足 那個比例的要進 雖然現在少死化 但相對的我們講 人口的這些老化的改變來講 我如果沒有記錯之前 我數字是 我們台灣民眾 現在二十歲到四十歲的 投票人口 已經高達將近五百萬人 那如果你去看過去總統大選 大概投票數約略在一千一百兩百萬 左右這樣的一個數字之下 差不多了 這些人即將要過半了 這也是我們剛剛講過的 這些新的思維 我們過去提到這些可能都是在 甚至是我們所謂的解嚴之後 所產生的 他們對於所謂的 這次看到坦道藍綠的 或統獨的這些對壘的部分 你去告訴這些年輕人說 中華人國快完蛋了 他們真的沒有什麼感覺 就是對他們來講 那個離好遠 這個可能對某些我們的長者 可能還有過去那個打過仗 真的什麼淡如雨下 什麼金門防衛 只有有一台戰車好厲害 救了什麼的 那種電影在台灣都變少了 就是說 所以在這個部分來講 我覺得是我們提到的幾個 非常大的一些方式 包含在選舉形式上的一些改變 那這個是從這次來看 得到的一個現象 當然我們從這現象也提到一些 可能後續要再做一些延續的問題 那其實我們當初環保女盟 用這個承諾術這件事 我覺得這個也不是什麼新鮮事 因為公都盟剛成立的時候 我們現在就是你看到立法院的 視訊的轉播系統 那個當初就是公都盟 或者臉皮往自己眼上貼金 這個應該像是公都盟 當初有推 算是很主要去推動的一個組織 為什麼呢? 我們只有候選人在選前 才會求跌求哪 那時候你跟他勒索是最有用的 我用勒索也無所謂 就是說 那時候公都盟就覺得說 立法院都沒有轉播 會議的相關的紀錄的系統 我們認為也不完備 所以我們那時候又 我們立委因為那時候又減半 立委的權力又變大 大家就會很緊張說 這些立委會不會萬一要作怪怎麼辦 因為我們現在來講 以我們現在立法院 減半之後的狀況常是 三個人開會就可以過法案 那你可以想像是很嚇人的 所以我們覺得 如果你裡面沒有更多的揭露 那個問題可能會很大 所以當時我們就寄給了 寄信承諾書 我們講立院的改革承諾書 去問所有的立委候選人說 如果你當選 願不願意轉播 願不願意幹嘛幹嘛 每個人都夠好 每個人都要證明自己是改革派 因為我們會公佈 所以在這個概念的壓力之下 我們最後選舉結果 一出來之後 我們統計有將近六成多 快七成都有簽署 所以當時我們2007年成立 這套系統大概在2009年2月左右 就開始轉播 所以才花一年多的時間 有現在這套系統 所以其實環保盤體 對這個部分的要求 我應該說很多民間盤體在選前 對於候選人的一些承諾的部分來講 行之六年 不過這幾年感覺越來越明顯 包含大家看到沃草的市長給問嗎 他直接就是要你表態 那不過這個部分 並不一定我們想像 都是國民黨比較保守 老實說如果大家還記得 說真的當時選台北市長說 我都不簽 你們誰拿給我 我都不簽 那時候當然也引起很大的一些批判 有些人會認為 你就一個候選人 你只不可以叫什麼都不簽 林家朗我不確定 這我可能要再看 我好像也有聽過 林家朗好像也是沒有特別想做承諾的部分 所以這個大概是我們看到的部分 但是因為環保聯盟我記得是有簽 所以我就說 有一些人有簽 所以我就說 我記得印象比較深還是蘇貞昌 當時在選台北市長的時候 他說我就是任內 我在候選的過程當中 我都不簽任的東西 那我自己是這樣看待 候選人必然未來 面對這種所謂的選舉前的承諾的部分 一定會越來越多 我怎麼說呢 因為我們以前的說法是 我們的候選人 基本上就是所謂的自編自導自言 他直接給你他要什麼 他要做什麼 他用他的政權單向的告訴你 他能做什麼事情 那我覺得現在有更多自主的公民跟團體的部分 他們絕對不滿足於此 比方說你根本沒有提到 劉浪東亞的政策 那我還是想要問你 你到底對於劉浪東亞的態度是如何 所以我們開玩笑這樣的狀況 已經不是自編自導自言 而是我們公民團體來編來打 然後我們來爭演員 誰能在那個單一的角色上 扮演更理想的部分 才是我們所要去推 所以在這次來講 很多的不簽署的部分 我們之前環保聯盟 障害記者會的時候 我們也提到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我們對於黑心商品的界定是什麼 黑心商品就是成分不明 標示不實 所以從這個角度 我們來看待這些簽署 就是要不要簽署 某某程度那是民意代表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是你該有態度 這個態度我可以接受 它叫做我還沒想清楚 我暫時沒有答案 我可以接受 但是不回答這件事情 我覺得應該是要比較嚴厲的去做批判 也就是說你怎麼可以隱藏你的身份 也就是說你的態度 你的價值 那就跟黑心商品隱藏你的成分的概念是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未來的任何的候選 我認為他會面臨到更大的挑戰 那當然是我們在這次選舉裡面所簽署的部分 剛剛當縣長提到很重要的部分 對線又是一個問題 像工作盟簽都有簽 現在有時候他們還是不理我 我們還想說要什麼方法 才能去讓這件事情可以去推動過 那包含輿論的一些力量 未來怎麼去做一些推動 大概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那在我們這個簽署書裡面 剛剛提到 其實有很多的部分不簽也很奇怪 因為我們的內容 剛剛我們副會長提到的 都是很軟的問題 比方說你要落實環境機場 加強取締地下工廠 違法開發 不法的排放 你要去取締不法跟違法 這還要錢嗎 就是你沒有做就是你賭職啊 我們希望你應該要保護老樹 增加綠地 要廣直行道樹 要反規公園跟河岸的選一話 這個還要拜託他們 拜託你應該要做到一下 那我們要鼓勵他們要發展 低污染 低耗能 低耗水 高附加價值的綠色產業 我們希望他們推動 使用戰勝製品 及對環境友善的產品 我們希望他們 加強食品業 餐飲業 衛生和環保的機場 這個還要問他們 拜託他們統統 你就知道 我們這些候選 離我們多遠喔 而且還有人對機改 不進入到校園 還會有點擔心 這個會不會採到什麼力 這個我也有點訝異啦 就是我不知道他對機改的了解 一般我們都覺得這個應該 反而如果以正常來講 一個更安全的食物 你就不用講 只要我的經費 各方面允許的狀況 誰不想吃有機 那就好像 我覺得機改造的幹 就好像說 你站不站起來 你就校園多一點 有機的做食物 然後他猶豫說 這我要再想一下 你還想 這還要想一下嗎 你想的應該只有 除非你回答說 那要看我們的經費 夠不夠 我們有沒有什麼配套 可以來做 我們才對 那所以我 理據就是比較有爭議的 就是核電啦 那最近幾個 我們反核的團體 大概前幾天 也到行政院這邊去抗議 因為基本上來講 毛治國擔任行政院長 過去核能的政策 也是這一掛的思考 所以我們現在得到最新的概念 就是 從過去來講 最明顯的 我們接下來我們團體 要去做對抗的代理核能來講 大概就是他故意拋兩個議題 二選一給你 也就是說 第一個核四繼續運作 如果你不要的話 就讓其他核一核二散 研議 他現在是把它操作成二選一 然後告訴民眾 一般的民眾會講說 你不要核四我可以接受啊 但是那你就要研議啊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很重要的對決 大概是在研議的部分 所以這也是我們第一點 其實我們當中黃寶玟 寫的就很精準 看起來核四又在啟動 我認為可能有點難度吧 但是核一核二核三的研議 大概是接下來的很重要的問題 不過因為研議的時間 不會在這些縣長的任內嘛 當然它只是大方向的一些決定 所以這個當然就值得 我們再下去再做一些追蹤 那另外一個問題 大概還是在核廢料的部分 當不研議之後 現在所有的核電廠 基本上本身所有的核廢料 高階核廢料 現在就直接都放在廠內 未來這些問題怎麼去解決 那核能安全的一些後續的部分 我認為大概是我們這一份 資料裡面可能後續還要再去做一些 去做一些運作的 那我們這些簽署的部分 如果以後續的監督 我們應該講 歐多盟在這幾年做立法院的監督 那我們看到的還不錯 是有很多地方團體 他們也在開始做地方議會的監督 所以這些簽署的部分 未來可能都可以透過我們到時候這個平台 來去跟地方這些議會督導的一些團體 跟他們來談有關這些政見內容的一些對線 怎麼樣去讓他們去做一些實現 所以這些地方督導的部分 我覺得也是我們未來大概可以去期待 那目前你公督網有接觸 大概有幾個是叫正式立案 而且他們也用平鑑作為工具 比方說像高雄是最早成立正式立案 而且他們真的就有平鑑的機制 平鑑高雄的市議員 那另外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宜蘭也正式成立了 那嘉義也有 不過嘉義成立之後是沒有用平鑑這個工具 其他如果從北部開始 我們看到的桃園已經有了 然後我們看到新竹也有一群夥伴 他們成立竹哨吧 那另外台中 然後我們看到的剛剛講的嘉義 然後高雄、台南的部分都有 台東劉炯錫老師也是我們環保聯盟 我們台東風衛 他之前也在提到他想要去做成立 包含澎湖 我們都看陸陸續續有人想成立這樣的組織 南投也有 那這裡這個部分地方督導農 可能就是我們環保團體 未來可能可以搭這樣一個平台去利用 因為他們廣義的是在做這些 我們講的各個不同面向的一些監督 包含你的承諾的兌現 這個跟我再做就可以分享給大家 龚都盟也想扮演這個伺候兵的角色 就是說我們基本上對於國會的監督 我們當然有一個工具叫立委的評鑑 可是我們最重要的是把立法院的認度而賣打通 也就是說未來有任何團體 他們想要進到立法院去做這些遊說 或者影響的時候 至少我們有方法去 所以每一次我都開玩笑說 如果你們私底下想要拿個立委的手機 我們可能都努力都找得到 可以給大家 就是說我們就是要做到這個樣子 可以更直接的去找到這些 我們想要聯繫聯絡的這些人 那還有一個部分大概是我們接下來 我認為還蠻重要的 還有一個是團體的整合 就是說公民團體現在越來越多元 很多不一定也 比方我們以太陽花 大家如果有了解這個部分 太陽花這個青年團體 最後結束之後也分了很多個組織 從原來的黑島青到島國前進等等 就是我們看起來有很多的 因為我不稱它叫分裂 在我們看起來就是說 大家有各自 本來每個人都想找事做 大家就會再重新做一些整合 那所以我覺得接下來的部分 這些團體 如果說我們發現 包括國民黨自己在內部檢討 都說過他們未來要 跟更多的公民團體來傾聽 那我覺得勢必他們未來是 必須要有對口的窗口 那當然不一定是哪個團體 可是這個平台的部分 能不能形成一個比較有影響力的 比較大家先有一些共識的部分 去做一些影響就很重要 因為剛剛一開始很有趣 我們跟副會長在聊說 我們環保團體有些社會版權 買的也沒辦法 過去其實環保團體 我們會 尤其北部為主 會辦環保春久 就是大家會做 現在總有停了幾次 但是就是說 會還是有讓大家有一個共同聯繫的 這些平台管道 那這個我覺得也是 接下來我們團體要努力去做 這樣的一個平台的部分 那還有一個部分 大概是我們提到很重要的部分 大概是很多剛剛提到的透明的部分 透明大概是接下來 我覺得必須要去走的部分 現在當然我們認為 就是以民進黨來講 的確對於所謂的任何意識的透明 是較為友善 但是這個較為友善 到底能做到多友善 那基本上縣市政府的透明 跟議會的透明 老實說權責應該有點不大一樣 那這一塊到底該怎麼去走 我覺得這一塊 可能必須要去看到 這個縣市首長的態度 他到底願不願意 比方說去遊說他自己的 這個縣市的議員 必須對於他們議會的透明 程度更高 公路盟我們在這一次 也做了一個議員革新 議會革新的承諾書 裡面就是有一部分 就是關於這個議會的透明 你們當然很難想像 台灣現在還有五六個議會 是開會的內容不跟你說 開會的過程沒有影像給你 開完會之後 沒有資料給你看 台灣包含五個獎 馬上講就是 苗藝 新竹市都是如此 那這些地方我們 之前曾經做一個對應 就393他們有一個做財政的平台 通常越不透明的這些議會 他的財政老死的職務化 職務人化的部分是比例越高 所以我們認為接下來的透明 這些縣市首長跟這些議員的部分 可能怎麼去推動 對我們來講那個是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未來的資料 一定要從透明的部分 才有辦法去撈局 很多如果我們要做監督的過程當中 沒有這些資料 你當然沒辦法 桃園戰利聯盟他們前一陣子 他們就是終於遊說 可以進到議場裡面去旁聽了 一開始他們進去拍照的時候 他們還沒有感覺 就讓他拍那個出席表 結果大概是有議員抗議 所以在他們一進去 他們就把表收起來 然後很慌慌 所以他們說 為什麼我們不能看 那個議事人員回答說 這是個人隱私 如果你要看的話 你要經過那個議員統一 你才可以看 什麼時候議員出席的簽到 已經變成個人隱私了 就是那種荒唐到極點的部分 大家很難想像 所以我覺得議事革新的這一塊 如果在後續不趕快去做完的話 我覺得我們即便有這麼多 大家覺得公民覺醒要監督 可能也沒有失意點 這個可能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過去也提到 像之前桃園戰利聯盟 在去年底去桃園先一會抗議 那他們被桃園式 桃園先一會抗議 所以他們都不給旁聽 他們抗議完 過了幾個禮拜之後 桃園在地出了一個新聞說 桃園縣議會 終於十二年來第一次三預算 十二年來第一次三預算 這還不誇張 苗栗縣已經二十年沒三了 苗栗縣議會二十年沒三 我想二十年前我在幹嘛 就是你可以想像 如果去跟大學演講到二十年 我還沒出生 就是說這個議會 幾乎功能上是一個大問題 那這就延伸另外一個我們在承諾書有提到 我認為他這筆錢過去不僅是貪污 有可能會是一個船污納購的部分 我們過去看到有些建設案 也是因為這筆錢產生的破壞 就是議員的配合款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值得來思考的 那我們現在有很多的民進黨的縣市長上來 賴清德當初上去的時候 就要取消掉這個分配款 就讓人家做一些妥協 做一些調整 不過顯然有人想挑戰這件事 也就是說為什麼 我們基本上大家說 那趕快去找這筆錢 你找不到的 因為這筆錢沒有在縣市政府的預算裡面 不會寫一個叫做分配款 那是有一個默契會給多少錢 台中我們聽戰力聯盟的 有一些台中的聯盟跟我們講 原來是一千六百萬 聽說現在已經到兩千萬了 就一個議員一年 市府會給你兩千萬 隨便你下跳子 要做什麼東西 這幾乎就是他的私房錢 如果以我們這次的民意代表 選九百多位 你去乘以平均一千萬的話 每年就有將近快一百億再花 那四年下來就是四百多億 所以有人提到有很多奇怪的工程 可能都會是這樣的一個奇怪的款項 那這些款項它是不是 雖然它是很小型的規模也不大 可是它可能就是常常是一個 我們在臨裡小型的一些 環境破壞的一個經費 都有這樣的可能 那這個大概是我們 後續可能持續要針對這部分 來做一些思考跟挑戰 那另外當然如果回到我們在這一次來講 當然也還是提到 大家是談到現改的選制的改革 就是這一塊當然是談到 未來也沒有可能更多的公民團體 或者我們談到的社員工作者來參政 但這一次看起來是有些成功了 那特別是大家也提到 吉吉正的政長 這大概更不一樣 因為多其次的選舉 你只要百分之六上下可以當選 那像選首長的部分 畢竟還是要過半的多數 所以像吉吉正一個那麼年輕的年輕人 去搬倒國民黨已經執政幾十年的一個政長 這大概大家都覺得那是一個 好像看起來未來可能也是一個趨勢 所以我們今年當然幾家婚了幾家醜郎 可是我覺得這也是一個趨勢 未來我認為公民參政比例的勇敢的程度會更高 以前我們這些人如果說我過去在關心環保 在關心勞工 在關心某個領域社福領域 關心了五年十年 有一天我突然要參選的時候 馬上就會說 我就知道你以前受的努力 就是為了要選舉 馬上就會覺得那就負面了 原來選舉就糟糕了 現在不會啊 現在是啊 我就要選舉啊 我已經關心動保 我關心十年了 我為什麼還要找一個演員來演我 那你演得還不像 最慘的是還會被棄裏 被判你 所以我覺得在談到 我們講明代的這一塊來講 未來公民團體 特別在環保這一塊 我覺得未來大概有一些想像 這當然最快就直接對應到 明年的立委選舉 所以明年的立委選舉 我們這些團體 到底該有什麼態度 會不會整合 大概提到 綠黨或公民組合 會不會去整病 或者各自會走 現在又有數黨 又有其他的政黨 這一塊未來會怎麼走 我認為環保團體 勢必未來也要去面對這樣的問題 那包含現有的政黨 因為我們的概念 當然都希望每個政黨都推出 比如我們環保團體 比較自己 是本位主義的立場 都希望他們推出一些 過去對我們很友善的環保政策的人 國民黨一直都沒有 那在下一次 會不會因為這樣的慘敗 他願意比較明顯的 除了邱文彥這樣子 我們覺得還是有點聽 乖乖牌的狀況 能不能有更合適的人 這個大家可能值得期待 民進黨的部分 到底也是另外一個值得去思考的部分 是如果我沒有記錯誼 他們只能連任兩人 就部分區只能連任兩人來講 田舊錦大概就是要卸任了 所以大家現在有聽到 有些人已經開始在緊張說 有沒有誰是蘇縣長 你知道嗎 或者是誰 就說 馬上 我就說大家也在想 有沒有更合適的人 就是過去我們任何環保團體 是可以信任 過去也做很多事情的 能不能 我覺得這一塊 大概是我們在看到 未來這些部分區 區域的選舉 或部分區 都是我們可能 必須要去關注去參與 以前我們也有過 我們幾個環保前輩 非常棒的部分 我們大概團體都會去推薦 做公民的一些推薦 所以這個大概是明年 我覺得馬上就會開始 會讓我們大家 遇見遇到的一些狀況的問題 那最後的部分 我想共同盟一直強調 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過去我們的政府 比較愚民的教育 我們說 民主就是給你投票的機會 民主就是記得去投票 那我覺得我們現在 一直有一個概念 就是民主是投票後才開始 所以我想 因為我們自己在說監督的部分 我們還是認為說 投票非常的重要 但是投票後 剩下的三年364天的監督 我們認為那個也不能放過 那這個大概是我想 我們所有的團體 未來一定會在這次選舉過程當中 做一些調整 那到底這一次的 因為民進黨 一下子 我覺得那麼多的 所謂的 所謂的手掌的行刺 到底好事跟壞事 我不知道 因為我只是想像 跟當時 陳水扁執政之後 其實有大量的社運 進入到所謂的體制裡面 當時也有一些不同的聲音跟看法 在這一次會不會也有點真空 會不會有稀釋 那這些好的人才 瞬間你擴大 你有那麼多位置要填 一個部分是會讓你的 這些未來的施政 不那麼的純粹 我們純粹是說 如果我們過去 那種民進黨 還是我們比較一個 是可以信任的 戰友的關係 你突然稀釋這麼多 你在找來的人 會不會這麼純粹 我覺得這可能是 我們未來 會去產生 這個異敵異友的 比較多的挑戰 那這也是一個 我們未來值得 關注的部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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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這個 接下來 我們是不是請各位 這個 提出個問題 我們來 來討論一下 各位有沒有 要問什麼意見 要請問 這個 這個 320 好嗎 好 好 謝謝 首先謝謝環保聯盟 綜藏正真 我想這是對台灣環境有很大的影響 尤其這次 在台灣這麼多館市 館市長 由民進黨的動算 我相信 我相信 在他們執政裡面一定有很大的 這是環保聯盟 我相信這是最大的一個案外 希望 這是我們在台灣環保聯盟的 歷史上的東西 即將以為 不然我要請教所管長 我對你 老實說 我一十年 我今天聽到這個影響 我最多的評分 我覺得你不只是接近有成績 你現在接近後 你的心態 你的失誤 最多的進步 我剛才看到你公測跟火山新手對這些東西 我有清楚的感覺 公測的東西 我感覺說 你會利用到 環境府的 我們公子容顏 叫你萬一容顏 譬如說 他們一般十幾年 都平衡成績 你快點 怎麼有什麼方法 來鼓勵 他住他去 請公測 對他來說 我也是說 檢查 這是王山王 你是王 王山王想的 我們講得清楚 我們學習的 第二 對火山新手對我剛才問你說 我本來是說 其他人是他女兒反播出的 但是其他人是你反播出的 你代表你管政府的 為什麼 點半心你管長站在那裡走不夠 是不是人力上不足 造成這樣的情況 這兩點 先請你用 再做一個 比較勝出的說明 謝謝 我應該有一個問題 再來請余談人來回答 好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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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在座當中的話 事實上是 有可能我還是在 媽媽的強保重的時候 各位已經在各個公共議題上面奮鬥的努力的 那 這邊的話可能就是有幾點 一定點幾個個人的看法 可能建議然後之後會有幾個問題點 剛才 書前縣長有提到說 有關於空母費的情況 事物那個經費在使用跟調度上 環保局 環保署的角度沟通上好像很難去取得 就我的印象中是 事物空母法 因為它愛於空母法 好像有一個叫做專款專用的 這一個的定義項 所以我在猜想會不會是因為這個原因 而導致說在使用 把空母的經費拿來使用在河川治理上 或管理上 環保署會非常的保留 或不太願意的去提供 那樣的 另外一個的話就是說 剛才那個 劉副會長有提到說 那個 聯合國的慶祭年的目標 很多的項目其實在我們城市或在地 是可以去思考可以去推動 然後包含說 那剛好也有一個叫做愛滋病的對抗 這個部分似乎沒有太大逐漠的地方 那其實說愛滋病這個議題 在我們在地的話 還是有一個地方 有一個角度可以切入 也就是說 我們一般的社會 對愛滋病患的認識 還有我們安置 還有社會的接受度 這個部分也許是可以註問 因為畢竟我們還是有很多的 歧視的情況發生 或是不了解 然後還有 再回到說 回到說剛才有那個公測的部分的話 事實上公不只是公測 只要是所有的公共設施 就是會有對於老人 殘障 甚至是市障 身障的人不友善 那其實呢 現在我有留意到 現在有一群的年輕人 甚至是有一個協會 叫做IXDA 台灣互動設計協會 他們上次引進了 國外已經行使多年 叫做通用設計的這個概念 那個通用設計 並不是殘障設計 友善設計的角度 但是通用是說 你一種思維說 你設計出了一個東西的時候 你是任何人健康的 或者是不健康 或者是有殘障 或者是年老的 或者是小孩子 或者是婦女 都提供是一致性 不會不友善的情況發生 所以通用設計的概念 其實或許環境協會 環境協會 環境協會聯盟也可以 從這方面去提供一些幫助 不好意思 然後現在回到一個問題點 也是要再請教 蘇遣縣長還有張執行長 那有關於現在 這個的主題就是 行政首長 他這個選舉 目前的整個的概括 對環境影響的政策 但是我們也有注意到 就是說即使縣市首長的整個的方法 但是也有一些人分析到說 實際上各地的縣議 縣市議長 議會那邊的組 他還是比較傾向於很鮮明的藍綠 或者是地方派系的存在 他們的勢力幾乎都還是在 那有關於現實組長要推論環境 或是政治的改革的時候 那要就今年來說的話 那如何去整合地方派系 或者是如何去因應這些利益團體本身的這種反彈 那第二個問題是可能就比較專注在上執行長 關於監督國會的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我們發現到隔行如隔山 甚至現在已經是跨領域的親口 那在接下來這一年以後 緊接著就是我們國會的議員的選舉 那他們往往過去觀察 來做政策的決策上面的時候 我們發現他似乎並不是很懂那一個法案 他背後很專業或是很科學上面的這種思維 那這邊回過頭來說 我們的國會是否有智庫這方面的支援 那他會是不是有不足或者是不存在 然後有沒有思考說 事實上是我們國家的國會應該也有一個比較中立的 然後他也要足夠的資源成為一種知固的角色 然後提供不分黨派任何的議員 都可以有充分的資訊下可以做出正確的決定 蘇縣長的這個問題比較多 蘇縣長開始好了 我想這個 普通地管市政府裡面的藏意秘書 其實是有一點尷尬 所以有一點尷尬 就是他又沒有主管的權責 然後他簽的東西 主管的意見又不一定會接受他 然後所以他變成就是通常都如理如理 那有時候他簽的意見呢 可能下面的局勢不一定會接受 但是秘書長會改他的東西 所以後來我們是比較心就是說 把清潔制蓄力賣化 然後把那個檢查的頻率加高頻了 廁所都要把那種固定的去檢查尾間 就是要一個比例 那他們就會輪流到不同地方去檢查 所以是把這些任務讓他們去做了 所以就送人出去 還要去檢查 可以去檢查 管理會變成這樣 就是他某一個程度 他出去他至少那個質感會有功能 那另外就是這個檢查尾的問題 其實這個檢查尾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縣市的基材人的編制 那是一個法定編制 也大部分都是有公務人員的內容資格 的身份 但是這些人是這樣 所以說他執勤 人家都住在BB code 但是這些人都沒有在 房間裡面 你知道嗎 他基材人的態度是理性 因為郭文人員現在 女孩子考試比較厲害 一堆都是女孩子 然後呢 這女孩子下班有時候要去負擔 家庭的問題 煮飯啊 孤兒子啊 他可能 因為不見得每一天 執勤他那過去常常都沒事 下班了 回去 回去煮飯啊 那 飯煮到一半 小孩配到一半 那可能 太太先生可能也還沒下班啊 那我記得那一次應該是 一個理性的稽查員 那理性的稽查員 他已經不見得到一處啊 他可能連那個稽查車都沒有 你要騎到一半 所以他 他那一次有可能 但是他那些因素都吃了 他已經 我在那裡賺八點才不夠 好 那我覺得這個 稽查員的編制 的確是不足啦 但是最主要就是說 你那個稽查的那個 考核 如果 如果 這樣咱們說啦 到地方政府 稽查的 都要去面對議員 你稽查不夠議員 只要先搞呢 就是說你到地方政府這個層級 所以我們看到 食安的問題 為什麼那麼嚴重 你要去期待那個地方人 地方的那個公司 公務人員去稽查 尤其現在 那鄉定那個那個 就是大概是 現成級的那個議員 喔 那些人都很不安 那要不夠 那個 黃埔教長 可能成功 嚼嚼痠痠的 那 那黃埔教長 就有可能 你要來告現場 那 可能就通知那個警察 也說某某議員在關心 然後他就 速度就很慢了 就是說 你收招了 大部分的案子是 就是這樣出去抓 等他到的時候 該轉開 該關也該關開 放流口 已經沒有水了嘛 去稻了沒有用 放流口已經沒水了 所以就是說 基層的基層 食安的問題 也是這個問題 食安的問題 你不夠已經 人家人的通報說 通了 看見我們在K10 你不夠這樣 那個大概 去都沒有用了 所以這個基層的 執行公權力 是都會歪掉的 那不然就是 到達的時候 賞識都沒有了 那這是真正的 那你做修長的人 做修長的人 代表上 也要去識議員 做修長的人 尤其當那個 局長層級的 很怕議員 所以這個 臺北市是一個 完全不一樣的反應 臺北市情況比較 糟糕到那個 縣市層級 我想說 副委員 你也應該 這麼沒見 這個點都會過 所以我想這個 基層制度 如果沒有環保 待會去監督 我相信 臺灣現在的 這種議會生態 很難解讀 基層制度 因為議會有生 議會有生 議會有生 這個議員 要想撒暗 撒暗 撒暗 他還要撒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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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議會生 很怕他們 剛剛提到說 這個地方議員的問題 其實我就會講 這樣的一個關鍵 台灣最大的危機是什麼 是你這邊搞公共參與 你對公共事務 有能力的知識分子 在地方政治事務 完全沒有差所餘地 台灣的生態是這樣子 那這是什麼 他們現在議員 這大家都開啟條 開啟條 那個開啟條 都以外 酸掉之後 要維護他的這個職位 也花了這些錢 分送一片 種的包 那些薪水都不敢開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一般這種知識分子 什麼人要弄這種 真的 有專業的人想要幹這種事情 你就是要去跟他學 你會說他都花錢 花很多時間 是勞力密集 才有花錢的產業 所以整個台灣的 這個問題是我 我回到那裡 這麼一十多 當我深刻檢討 如果不從制度改革 我覺得 像中南部 東部 這種層級的 你看桃園 在 廟園那支 有什麼 廟園就像你說 這是土八王 他就要叫那個 粉狗長走 他也叫他走 因為整個中央也配合他 那這個 怎麼去改變這個制度 其實這幾年我在思考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台灣的經驗 大部分是美國的經驗 日本的經驗 但是全世界有一個制度 是很不一樣的制度 是歐陸的經驗 歐陸這種層級的選舉 是沒有在投候選的 都投政黨票 投政黨票 而且歐陸呢 他這個制度 不會說 我鄉長 還代表的 鄉長 那代表的 你就打拔拔拔拔拔 鄉長要有資料 把這些代表都收掉 要怎麼收掉 就是用這個收掉 如果沒有收掉 你的鄉長什麼事情也難做 如果收掉的時候 什麼事情都不用感動了 結果你不算都變得多了 大家分啊 所以就是說 在這種地方層級的 這種選制 不談公共事務 只服務個人的小事 所以你看臺灣社區營造 最大的敵人是什麼 鄉長長啊 鄉長代表會啊 你在那裡做社區營造 你是不是要跟他 旁邊的鄉長啊 還是要跟他旁邊的旁邊的 你到地方去搞社區營造 他會覺得你對他就是有威脅 不然你是怎麼 要來這裡做服務 所以這樣的制度 怎麼去調整 我認為就是學歐陸的 歐陸的制度 投政黨 而且歐陸也沒有說 鄉長再來代表會 他就變成一個委員會制 他就倒進東條 然後政黨的第一席 就是什麼第一席 就是傳長 鄉長 那像我有一次到了華國 那傳長的規模 其實已經接近我們的鄉了 那他的第一席呢 就是傳長 傳長什麼呢 一個PRODUNCE的教授 那這樣告訴你 他回去選擇 我會選得住的 是教授 你看他回去選擇 我會選得住的 台灣這種選制啊 是一個反淘汰的選制 而且選舉成本太高了 你有心裡去表現 你的鼓勵 你就很困難 所以我認為 這是我這幾年 一直都要提倡的 台灣在基層選舉到了 縣的層級 縣的這個首長也許普選的 縣的議會啊 我是覺得應該有一半 類似像德國的一半 就是政黨比例產生的 然後用德國那種連例字 就是按照你政黨 在這個地方所得到 去分配那個席次 但是有一半呢 就是由政黨推薦的名單 那到了鄉鎮層級 根本就不需要了 鄉鎮層級 就全部都是政黨比例 然後呢 多數黨的那個就是 立正 領的位 領的紀元 這個尾字 在瑞士就是尾姨的尾字 所以瑞士呢 沒有總統 瑞士也沒有總理 他這是一個委員的 委員長 但是他不是所長 他只是會議主席 那如果這樣的制度 來 選顧沒卡重的錢 因為勞進公的票 勞進公的票 所以 不需要花很多錢 選舉金會少很多 第二個 這個好串人 總要分送已經 總要靠北京 結果無時間關心公共事務 只關心個人綁樁 那如果這樣的話 台灣的整個社區營造 才會跟整個政治體制 才會結合 那很多年輕人下鄉 他就會做很多有利於地方發展的公共事務 所以我是認為 目前議員的這個體制 就是要從顯示來改革 不然你怎麼買到的事情 抓到了 自己是抓到的不多 你以為沒有買票嗎 早買光了嘛 早就買完了 百年金就買完了 所以你要解決這種買票的問題 以目前台灣這個資本 最快賺 最快賺 九合一選舉 獲險啊 好幾萬耶 那一台會有幾個 你能夠監聽得非常有限 所以買票你抓過得來 所以只有一個方式改變選擇 就是投政黨票 投政黨票之後呢 政黨不敢拿回來 政黨也不敢拿回來 所以我覺得台灣主要的困境是 我們的經驗局限美國的制度 日本的制度 不是英國的制度 我們對歐陸這種政黨的體制 完全沒有研究 沒有幾個研究的 那這個 剛剛提到說這個 國會的監督問題 我知道這個 我們執行長跟這個 石教授他們在這個部分 做了很多努力 那我是當過三屆的國會議員 我看最近裡面的國會Online Tour的那個經驗 我其實我覺得那個部分 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也就是說 國會的這個監督啊 現在最大的一個困境就是 國會監督其實應該要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Open Government 就是政府的資訊公開 法案公開 預算公開 那就是這個部分要公開 那目前的公開的程度還不太夠 預算至少很明顯 那法案的部分呢 可能還是要有點加油 那另外就是那個介面 就是說你不要以為法案 但是你沒有辦法在那個法案 你可能有一個總體的意見可以寫 沒有辦法寫主條的意見 而且這個法案跟那個日程表沒有結合 就是將來 其實我一直也在推一個叫做網路國會 那這網路國會的構想是希望 讓每一個公民 都可以在每一個法案表達意見 每一個法條表達意見 然後讓國會議員的助理 國會議員官員 那麼跟記者 都可以看到這些資料 就是這個部分 如果我們可以做到更能夠互動性 那麼其實全民呢 這裡面有非常多公民 就當然就會變成智庫 就是說一個網路國會 一個open government 然後一個公民餐飲的機制在網路上 能夠像facebook那樣 每一個都可以支持法律 那這樣的話呢 以現在的科技 這個可能性其實應該是非常有機會做到 那到時候我們都可以選網路國會議員 哪一個在網路那個平台裡面 表達很多好意見的 然後表達次數很多意見被裁納 其實那個可能 將來大家不用選國會議員 也具有國會議員的影響力 那我覺得這個可能性越來越高 那2014這個九合一選後 那麼台北市政府大概有大量的這個 所謂的open government 網路的這個參與 那我想2015年呢 網路國會可能是一個 大家可以來好好努力的一個方向 謝謝 是不是 請黃玲 我就分享一下 其實剛剛蘇生長講得非常好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有很多東西做不到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沒有資料 很多人說 你的公路蒙平線道沒有準啊 那簽簽的都也走 我說我才能查出簽簽的怎麼走 但是我們現在的問題是 他不讓我們進去旁聽 那我們就說 我們如果現在裡面有旁聽 我們就能記錄 那他就說你不用進來 我們要IVOD的轉播啊 但現在那個轉播的體系會有個問題是 他只造質詢台 主席台 跟備詢台 他不造全場 我們說造全場啊 那不行 這樣會破壞國會的形象 委員的形象之類的 就是就反正什麼都不行 所以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 大概就是他不願意去做這種揭露 那包含比如說提案的部分 我們也很想要去追蹤 就是說如果今天你提的案子 只是隨便提衝案 你卻從來沒有為這個案子去護航 去告訴別人為什麼要提這個案子 在你審案的時候 你都不出息去說話 事實上他只要文字的資料夠清楚 我們現在未來 我相信現在寫程式的人都非常的厲害 那我們就公民團體的角色來講 未來在這個立法院 我們再提到資訊的揭露 可能要走 不過立法院本身我覺得努力不夠了 這部分我們當然也會把他蓋瓜 承受給王金平 他到底要有什麼歷史定位 因為我不清楚他會不會連任 因為他跟柯總召 好像民進黨的辦法 跟國民黨的辦法 都不能再連任了 那會不會為他們兩個 兩個黨都各自在去妥協 就值得去看 只是說他們在針對這些所謂的 包含黨反協商 現在都還不透明開放 這對我們都是一個困擾 那黨反協商很多人不清楚 會覺得說哪有人家私底下在 在討論事情要公開 我們說不同 因為黨團協商在立法院的規定裡面 它是一個法定的會議 也就是說那不叫私下會議 那是一個民定的一個會議 就叫做黨團協商的這樣的會議 按規定他就是要公開 要把資訊給公開 但是還不做 那當然我們看起來都會罵國民黨 那這部分我認為不禁難 為什麼 因為進去小黨都進去 你如果真的有盜子 你能不能說 你如果不開放 我們小黨就不進去 也沒有 大家還是都一起進去 所以老實說 這個儒雅很嚴厲的批判 都還是共犯的結構 在看待這一塊的部分 所以立法院的這些 透明後續的部分 的確前頭如果沒有開 我們後面大概都很難做 那像IVOD的轉播 你們現在看到現在有影片 它又定了一個細則說 一次在網站上給大家瀏覽的影片 一次只放三個會期 所以現在是第六會期 所以等於是六、五、四、一、二、三 全撤掉了 包含第七屆的節目影片 也就是把它都下架了 我們就說為什麼要下架 它規定就是這樣 反正它就有很多 我們認為就是很荒謬的 但是我覺得在這部分 我們當然批判最大黨 但是基本上看到在影的部分 到底能為這一塊做努力 當然是很多 那你提到當然 國會的未來的一些 怎麼樣再多精進 大概就會牽涉到這些內容 包含你如果提到助理的部分 我們也有一些助理 包含立法院有助理工會 但是在我們看起來 運作上也不是非常理想 你就是藍的、綠的的 他們的助理 割瓜在上面 然後實際上的運作 他們可能都有一些不滿意 那我們有接觸過幾次 事實上他們可能 對於自己權力的這些爭取上 都還是會有點保守 像比方說 我們在最近的立委的評鑑裡面 我們慢慢在比重增加了一個 叫透明的指標 約率大概在五分到十分左右 那那個指標就是 我們未來可能有個題目 會問立委說 請問你們的助理加班 有沒有附加班費 就是故意去問他這個 他當然可以不回答 反正透明分數就沒有 如果要回答他說謊 別人就會知道 我們就逼趴去把他現行 那曾經外國的朋友 他們有到日本去 日本他們都有那種 商業的出版社 都出版了國會的辯覽 就是所有這些國會的 民意代表 他的所有的一些資訊 跟資料 包含他的首席的助理的那些名稱 那都是一個徵信 我們現在對於這種資訊的透明 都還不夠 那也有人提到說 國會助理到底是要 私聘的方法比較好 還是他們應該本同是一個公務體系 必須需要考試的 或有沒有其他的一些 資格認證的部分 顯然在這一塊 在我們討論立委 都討論不完的裝置下 這些配套後勤的邊緣 會讓立法院更好的 包含我們看到 立法院也有預算中心 我們前一陣子也聽到說 有時候預算中心太認真的 在挑預算的時候 他們是會被警告的 甚至會被調換的 那這個就是一個比較怪異的現象 就是說公務人員 考上了都叫公務人員沒錯 可是用行政立法 我們在談到分權分立的角色 那我就問 立法院的公務人員到底算什麼公務人員 他跟行政的部門的公務人員有沒有不同 那如果你叫做都一樣 那你可以想像他等於是 行政部門派來握底在立法院的 那他難道要回頭去批判 行政部門的預算做不好 或者法規和錯操嗎 那這群人又怎麼混 我意思說如果用現有的體系 它是公務體系的這樣的部分 都有很多制度的問題 所以這個大概是就簡單回答 可能後續的這一塊 甚至真的包含選制的這些問題 我覺得的確都必須要去 趕快做一些討論 那這個大概是一個還蠻重要的部分 謝謝 謝謝剛剛提了一個AI知的問題 其實我就以我前在台南市環保局服務的經典 其實台南市那時候 我們是那時候正好是SARS 在華山民國91年 所以地方政務在這個部分的管制 或是這個定媒的這個房子 其實做了很大的努力 當然政政就是衛生區 那地方的這個完整的配合 我想非常重要 甚至時候更重要SARS 還有一個是像登格勒 以前台南市那時候也發生 登格勒蠻多案例的 我們設了一個蠻桌錢的計畫 我們叫做三海關 我們不讓它經過這裡再往北 北一北傳播 再往北就進到台南縣 那更北 因為天氣越來越熱 那當然這個努力也達到效果 所以地方政務 有時候真的他們也做很多事 你譬如說在佑美房子 就是你如果屋外 你是環保局會來清 到了屋內 那你以後沒辦法進去 去做很多的這個 即使是垃圾 你也不能去動人家屋內的東西 那就要求衛生區 人們這很多細節 蘇建廠做了很多 其實相當的都是一些案例 不過我們覺得其實地方政務 如果認真的話 他們可以做很多事 也真的做了很多事 那我另外選舉一個負面的 苗栗縣 以前苗栗縣的環保局長 有位叫王彭昌 做了很久 可能譬如說五年甚至十年 這個很長 後來就自殺了 他們副縣長在台東一跳樓自殺了 我覺得他們都可能 上邊給他們很多的不當的壓力 那最近大谷案 我們知道地政事務所 有一個主任也自殺了 當然有可能 這是各種狀況 所以一個不當的縣市長 可能到了他在所謂的那個行政前的使用 可能造成更大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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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人跟我們環境的這些破壞 那大我們在那各式一個案例 所以我想 如果我們選擇是這樣好的人壞的人 分別有這麼大的差別 所以我們的選擇怎麼來調整跟演藉 做這樣的作為故事 各位 還沒有什麼問題 不然我們最後一個問題好了 因為時間也差不多了 今天這個議題討論說 這個地方首長對於這個台灣環境的影響 那當然他剛剛討論很多行政上面 機制上面的問題 那我們其實比較想要關心的是說 現在台灣對於所謂目前這個能源的狀況 比如說核資的議題 那這個部分一直有很多類的討論 我們很快想要請教包括環境保護聯盟 或就是說蘇建長以前當過地方首長的這個觀點 來看可不可以回應說 現在這幾個現場其實大部分都針對綠門的部分 設定一個目標 比如說比較偏綠色的現場 大概有所謂的22、20的目標 那從環保聯盟的角度來看呢 我們應該怎麼樣期待這個現場去落實這樣一個目標 那以這個現場的經驗來看呢 又怎麼樣來 以您過往的經驗 設定綠能的目標呢 以這個地方政府來看呢 怎麼樣的執行方式會是最恰當 或是說目前最適合目前台灣社會的一個共識這樣 那這兩個問題請教各位先進 謝謝 謝謝 我其實對綠能是非常關心 2001年的 我是2001來選現場 2001來選現場 我的經驗總部是太陽五頂 2001年 那時候台灣連inverter都沒有 沒有inverter 那一套太陽五頂是 當時東延去參加 那時候是中華衛星一號二號的計劃 當時他把太陽能板的 不知道怎麼發展 也沒有什麼用途 所以後來就拿到我的經驗總部那邊去做demo 但是因為沒有inverter 所以那時候他們還特地跑到日本去買一個inverter 回來 然後把那個螢幕啊 要秀那個螢幕 所以我那個其實算是一個實驗點 非常早2001 那後來我進入縣政府之後 也做了非常多的太陽能的這些工作 但是有一件很好笑的事 很好笑的是說 等到中央開始正式核定 是已經到了2010年 那時候的這個力能條例 那時候才過那個太陽能的補助 在2010 再生年一晚通過 2010年那時候 我印象是連那個太陽能的收過辦法都還沒有通過 我匯率也還沒有定定 但是他們犯了一個非常非常不應該的事情 是竟然說 你以前設立的不補助不適用 所以那時候人家害死多少先去做太陽能的那些先虛者 就是說我不知道這個黃寶聯盟有沒有注意到這件事情 就是說這個台電是一個 台電跟能源局是一個非常王八蛋的組織 哪有說你前面已經做了就不承認了 哪有這種事情 所以我們那時候甚至還有一個美國來投資的 那種所謂山路組的太陽能發展造美 有人課空去了 結果後來那個他們倒了 為什麼?為什麼倒? 因為既然是你已經先做了 他不接受說你的這個所謂的囤購的優惠方案 這是我講這個就是說 黃寶聯盟在這裡可能要很注意這方面的政策 中央跟地方推動的一些瓶頸 那譬如說當時有非常多的美國的一廠商來跟我談說 他要在台灣發展太陽熱電 那說那這個你們那個海邊那個鹽攤地 鹽田很多放在那邊閒置沒有用 然後這個地方如果來做太陽熱電 因為當時這個京都已經出之後 有很多探權的一些問題 所以也有一些國外廠商試著要來台灣 但是當時再生能源化通過之後 有一個疑問 你太陽熱電算不算太陽能? 這很荒謬的問題啊 這是一個很荒謬的問題 如果你是一個鼓勵力能的政府 怎麼可能把太陽熱電 不是當作一個太陽能? 這是很奇怪的一個 結果進來我們的環保 我們能源局可以把太陽熱電 不當作太陽能? 很荒謬嘛 那也就是說台灣在推動力能 才有環保聯盟 可能要針對整個力能相關的政策 要有一些更深入的watch 譬如像我們碰到的 除了這個之外 就是台糖地 他說你一宗地 你一點多只有 我印象中好像只有300平方米 你一宗農地 一宗農地 你才只有300平方公尺 而是360平方公尺 那這樣的台塩的地 都不能用 因為台塩的地 差不多一宗地 台塩的地 也是一宗地都很大 那這樣的一個 政策上的一個很奇怪的政策 我們也去找這個 吳敦義啊 那時候的劉兆賢 還有林忠生 馬英九做的時候 他們都做到行政院長 然後行政院秘書長 這樣沒有用 就那個法規 那個法規的瓶頸 事實上是沒有突破 所以在地方想做 你也做不了 其實這是我在當現場的時候 我們都把這個問題告訴他們 但是沒有用 所以我是 就現在環保這個東西 其實綠能科技這個時候 其實越來越專業了 所以環保聯盟可能 最好是有一點分組 我是建議的 就是你可能 綠能科技的可能要 差不多再分組 就是把它分得更組 然後找更多的 讓更多的人去參與這些計畫 那像最近呢 最近就有一個 我們知道全世界 Solar City 這個 這家公司 它最成功的 就是它的 business model 那這個business model 裡面現在碰到最大的瓶頸 就是說 你的屋頂的太陽瓶 在台灣能不能融資嗎 就是說 這個 因為台灣現在是 電價 這個 生產可以 有點自由化 特許 但是可以自由化 但是 賣電是 獨佔的 那這個 電網的部分是獨佔的 但是現在中國大陸是 深圳在試點 深圳已經試點 就是它 生產要自由化 賣電也要自由化 而且它 智慧電網 它的智慧電網 都已經在處理 因為你智慧電網之後 你才能說 我最後要選擇 用那個利電的 所以台灣其實 如果以深圳來看 台灣已經落後 中國大陸 在這方面 所以就是說 這方面 有太多是 屬於 中央政策 比如說你電業自由化 有很多人說 我這個社區 我們都來做 綠電 包括譬如說 如果今天台北市 有一些社區大樓 很有 社區大樓 我們都來買綠電 你現在台灣 你沒有選擇權 你沒有選擇權 所以 推動這個 便利自由化 應該是 我們環保團體 應該列為一個 非常重要的 一個優先政策 你這樣子 就是說 有心要 用綠能的人 才有可能 那社區要推綠能的人 他才有可能 所以社區自己 弄了社區的發電系統 那 另外呢 就是像現在 我知道現在有一個 環保團體在推 叫一戶一千瓦的一個社會企業 就是說一戶一千瓦這個社會企業 現在已經有一家公司 暗格 暗格他們在推一戶一千瓦的這個 這樣的一個計畫 也就是說民間其實現在都很有意願 其實都碰到政府 政策 盲頂 那這個部分 我覺得 環保團體應該整合相關的 綠色的綠能這些產業界 能夠來推這個 包括現在有很多綠色產業 都碰到瓶頸 碰到瓶頸就是 環保團體 跟綠色產業 沒有做連結 如果環保聯盟跟綠色產業 做一點連結 我相信要幫助這些縣市政府 大概也比較有可能 謝謝 我看我就補充一下 有關綠能的推動 我們是認為地方政府 可能可以從公家機關的這個 綠能裝置開始去推 這是也可以使得 我們這個綠能的發展會比較順利 現在綠能發展的瓶頸主要是 台電它的壟斷的關係 因為我們現在的情況 是發電、輸電、配電、瘦電 都是台電一手壟斷 當然現在我們有所謂民間的電廠 或是民間的這些綠能的裝置 整個這個這個 這個 發電業子 不過這些都是要跟台電簽約 才能夠去做 所以這是限制性的所謂民營 並不是完全的這個自由化的這個情況 所以那要打破這樣的情況 當然要牽涉到我們電業法的修法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人力法院裡面會努力的目標 電業法修法已經談了20年 到現在這個發出配送還沒有被打破 這是我想 立法上我們一定要再繼續努力 那 另外有關能源的這個問題 民間哪裡一定一直很關心 所以我們也會努力去做相關的一些修法還有推動 那目前各位知道 這個全國能源會議 有在舉辦這個分區會議的 那預計明年一月底可能會舉辦全國縣的會議 那環保人們也有發起年間的這個能源會議 也是在年年一月二十幾號會議的舉辦 那歡迎各位有興趣來參加 一起來努力這樣 那有關這個立法院的這個 它的這個提升 也是公督們很努力的一個事項 我們這個公督們成立大概七年了 快八年了 那我們訴求這個立法院本身要充實它的這個 法案預算審議的能力 所以目前這些東西是在立法院的秘書處裡面有 比如說在立法院的預算中心 那也會對預算做一些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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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議然後提出一些意見 那對法案也一樣 也會提出一些立法院這個秘書處的一些看法 但是我們覺得這些當然也是不足 那另外國會當然也有圖書館 但是台灣國會的圖書館跟美國國會的圖書館 當然不能消避 所以我們是覺得立法院在這方面 應該要努力去提升 那當然更重要的我們還是希望立法院能夠越公開 越讓民眾能夠越能夠看到立法院做什麼 這樣的話才能夠真正有效提升立法院的這個議事品質 那有關這個選制的改革 使得我們這個地方自治能夠真的走上這個正軌 這也是公都門一直在努力的 因為選制的改革也是要立法院去修法 所以我們在選制的改革上面 也是要在立法院裡面繼續來這個推動 那這個 這個公民要各自不同 還好 現在現在反正就是 明年我們大概會推過去運動 我們一直講說平革的結果是要做太快 那我們知道立法委員讓我們都好 讓我們過去的經驗 平革的經驗 立法院應該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立委 導致說是認真的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努力 讓我們三分之一在下一次的選舉可以跨到二分之一 所以顯然我們還有要角力 因為我們還是強調很多人一直覺得立法院不重要 如果你了解我們的憲法制度 這個國家所有的預算要通過立法院 這個國家所有的制度要通過立法院 這個國家的獨立人士機構要通過立法院 什麼是獨立機構 司法院長 考試院長 監察院長 檢查中長 包含我們的大法官 包含NCC委員 包含中選會的主委 如果選制改革 中選會的都是問題 我們過去曾經去中選會 就要求他們去檢討這個二十萬保證金是否合理 結果內部的委員聽到這個建議 弄了一下說 他如果連二十萬都拿不出來 建議他不要來選吧 這就是你可以想像那個官僚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立法院絕對是決心的關鍵 所以如果我們在第九屆立委 好的立委能過半 我認為才有辦法 包含剛剛講地方那麼多縣市的很多的制度 如果沒有好的法規 我想也是沒有用 謝謝 接下來 我把握兩分鐘 現在在屏東的洋水重點 高雄、台南都有一些推動 太陽在內的自治條例 台中市也有一個低碳城市發展自治條例 我覺得台北市是蠻消極的 第二點 台灣如果要發展再生能源 天貼爾一半 打個THP 問題就在經濟部跟NH 他們用總統的規定來綁住 所以呢 我想我們這個要在中央發展 可能還是在後年 2016能夠把整個中央政府換掉 才有機會 我個人之間 我不可能再補充一個誇張一點 事業區的人 從報章雜誌看到 不好意思 我們一直在談到 對國營事業的監督 立法院應該有 預算的審查權 不只是地域立法規制度 還有預算的審查權 但是我告訴各位 102年的國營事業預算 到現在沒過 102年 今天103年都快跨年了 102年的國營事業預算 還沒過 抱歉 103年的也還沒過 也快過完了 104年已經要開始了 也還沒過 102年當初為什麼沒過 是他們當初朝野 因為油店雙掌 都在罵排店中油說 你們給我弄清楚 這些店價如果沒有 不通過你的預算 那是不通過嘛 是從102年到現在 所以荒謬 所以我覺得這可能就是 立法院還真正比較 徹底的做改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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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那有什麼指 各位有什麼指教 隨時跟 好把人們來聯絡 謝謝今天各位的提醒 謝謝 感謝今天的與台人 謝謝